临公九年 晋鸾书 誓其军立功 十年 晋道公伐其 其令公子光致晋 十九年 立子光为太子 高后复之 令会诸侯 蒙于忠离 二十七年 晋始中航县子伐其 其失败 临公走入临滋 燕应指临公 临公服从 曰 军役无永矣 晋兵遂为临滋 临滋成手 不敢出 晋坟锅中而去 临公九年 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七十三年 晋国有一个大臣叫鸾书 誓其军立功 这个立功是晋立功 把晋国的国军晋立功给宰了 宰的这个原因应该是比较早的 士族跟数族的这样一种争执 因为在当时晋国的朝中 士族的力量非常大 也就是那些大家族的力量控制整个朝廷 所以当晋立功想把朝政从大族 也就是士族的手里边抢过来的时候 他想用数族 就是那些除身 他的地位并不高的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 因此呢 他就利用这个数族的人来杀这个士族的人 但是呢 非常可惜的就是他没杀干净 像这个士族当中的鸾氏啊 就是这个鸾书 他这个鸾氏呢 就是晋国的非常有名的士族 按照那个当初晋立功手下的那些数族的那些这个党羽的意思呢 就是把鸾氏呢 也一起做掉就算了 让整个这个数族呢 来掌控整个这个朝廷 但是呢 这个晋立功啊 杀人杀的太多了 因为一次杀了三四个啊 当时呢 就是把这个晋国啊 最这个飞扬跋扈的戏士一家呢 全部给干掉了 这个戏士家里面一共有三个清大夫 在这个朝堂上呢 被这个晋立功手下的那些数族啊 就给杀了 那么这些数族呢 在想杀鸾书的时候呢 晋立功手软了 他觉得好像如果把晋国的这些大族全部都干掉的话 那么整个晋国的朝政就会塌掉了 所以呢 就放过了这些士族 像这个鸾氏 那么这次这个屠杀呢 给这些剩下的那些士族啊 就敲响了一个警钟 那么后来利用一次机会呢 这个鸾氏啊 也就是这个士族的这些大家庭 反戈一击 就把这个晋立功呢 给干掉了 这个呢 发生在公元前的573年 也就是临功的9年 啊 晋鸾书士旗军立功 十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572年 晋道公伐旗 那么晋国的下一个国君就是晋道公啊 他这个讨伐旗国 晋道公这个人呢 在晋国的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代贤军 啊 他的名字叫周 也就说当这个晋立功在这个晋国执掌朝政的时候呢 晋道公啊 也就是公子周 啊 他呢 这个时候是在周王室那个地方实习呢 后来呢 这个晋立功死了之后 那么朝中的这些大臣呢 就把晋道公 从这个周王室呢 请回来 啊 做这个晋国的国君 啊 这些大臣呢 就是以鸾书为主的这些士族呢 以为晋道公这个人比较好摆弄 所以呢 就把这个公子周啊 也就是晋道公从这个周王室弄回来 但是没想到晋道公呢 也是晋国的非常啊 有心机 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代君主 所以呢 他当上了晋国的这个国君之后呢 啊 决定呢 就是把这个晋国呢 重新推上啊 当初晋文公从而啊 达到的那个状态 啊 因此呢 在这个十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七十二年的这一年 晋国呢 决定要拿这个齐国开刀啊 所以晋道公呢 就讨伐齐国啊 齐令公子光至秦 当然了 这个时候齐国是打不过晋国的 那没办法 只能让自己的一个公子啊 他的名字叫光啊 啊 到这个晋国呢 来做人质 十九年呢 是公元前的五百六十三年 啊 齐国立公子光为太子 同时呢 给他配了一个老师叫高后 这个高后呢 就是齐国两大家族高氏的这个啊 掌门人做他的这个师父 这里的父呢 就是做这个太子光的师父 令慧诸侯蒙于钟离啊 啊 钟离呢 是一个古代的城市的名字 他的这个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 早庄市的南边啊 齐国呢 想在钟离这个地方啊 重新会合诸侯啊 重施当年大国的那个地位 所以此时呢 这个齐国的地位是挺尴尬的 他一方面呢 不服这个晋国 但是呢 又打不过晋国 他知道晋国呢 这个时候是北方的盟主 但是呢 自己也想单立门户令过 因此呢 想在钟离这个地方呢 会合这个诸侯 27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555年 晋国派中杭宪子讨伐齐国 所以现在呢 北方的这个矛盾呢 主要是晋国跟齐国的矛盾 这个中杭宪子呢 又叫中杭衍啊 是晋国的一个亲 派他率军呢 来讨伐齐国 当然呢 在这个真正的战争当中呢 齐国是打不过这个晋国的 因此呢 齐失败 那么齐国军队呢 就败北了 林宫走入林兹 通过这句话呢 我们能看出来应该这个齐国呢 是国军御驾亲征 亲自带这个齐国军队呢 跟这个晋国军队打的 但是他没打过 没打过之后呢 这个齐林宫啊 就跑到林兹这个地方 躲起来了 当时呢 这个齐林宫手下有一个大臣叫燕英 这个人呢 是齐国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个展相啊 啊 在这个论语里边呢 孔子多次的提到过这个人 说呢 这个燕平仲 因为燕英呢 他的名字啊 他的名呢 是英 他的字呢 叫平仲啊 所以孔子说呢 说燕平仲善与人交 久而尽之啊 所以对他的这个评价还是非常高的 当时呢 这个燕平仲啊 跟齐林宫 应该是在一块儿的 他看到这个齐林宫呢 要往这个林兹城里边跑 他就想阻止这个齐林宫 齐林宫呢 就不听他的 齐林宫说我们都已经打败了 还在这死挺什么呀 我们赶紧跑吧 然后这个燕平仲就说了 说军艺无勇矣 说你这个人呢 实在是没有勇气呀 就这个对齐林宫呢 有一个评价 进兵遂为林兹 晋国的军队呢 一看到这个齐林宫跑到他的这个首都林兹城里边之后呢 他们这个人就把林兹城呢 给围起来了 林兹城守不敢出 围在这个林兹城里边的这些齐国兵呢 就守住这个林兹城不敢出来 进坟锅中而去 那么晋国呢 也没有往里打 这个锅呢 是指外城 所以说在古代呢 孟茨里边曾经有句话呢 叫三里之城 七里之锅嘛 所以说这个锅呢 是外城 所以古代的那个城市呢 它是分内城跟外城的 内城打不进去 所以说呢 这个晋国呢 就焚烧了这个齐国首都林兹的那个外城 烧完了之后 可能也就发现一下自己的愤怒 然后就撤兵了 二十八年初 林公娶卢女 生子光 已为太子 重姬 荣姬 荣姬毕 重姬生子牙 属之荣姬 荣姬请已为太子 恭许之 重姬曰 不可 光之力列于诸侯以 今无故废之 君必毁之 公约在我尔 遂东太子光 使高后 复衙为太子 林公吉 崔柱迎故 太子光而立之 誓为庄公 庄公杀荣姬 五月仁臣 林公族 庄公即位 执太子衙于沟斗之秋 杀之 八月崔柱杀高后 禁闻齐乱 伐齐至高堂 二十八年是公元前的五百五十四年 当初的时候 齐国的国君齐林公 曾经娶了鲁国的女人 生了公子光 以为太子 把公子光是作为太子的 重姬 荣姬 这两个女人应该是宋国的女人 所以说 这个姬字不应该是她的姓 应该是仲子跟荣子 这两个女人都是麒麟公的两个嫔妃 其中 这个荣姬受到麒麟公的宠爱 这个屁就是指宠爱的意思 仲姬生子牙 但是 荣姬虽然受到麒麟公的宠信宠爱 但是她并没有给麒麟公生儿子 相反 另外一个姐妹 仲姬 也就是仲子 她倒给麒麟公生了一个儿子 叫子牙 属之荣姬 但仲姬一看自己虽然生了儿子 但是并不受麒麟公的喜欢 她为了得到麒麟公的喜欢 就把自己的儿子 嘱托给自己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因为这个荣姬跟仲子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大 哪个是小 所以就把自己的儿子供子牙 就嘱托给这个荣姬 托她给照顾一下 因为荣姬是在这个麒麟公那里受宠的 等于这个公子牙呢 其实是荣姬的外甥 也就说呢 是自己的姐妹生的这个孩子 然后呢 荣姬请以为太子 荣姬呢 就多次跟麒麟公说 说你干脆就废了那个太子光吧 然后让这个太子牙 也就是公子牙 做这个太子 然后麒麟公呢 就答应了这件事 但是呢 重击反而不干了 就是这个公子牙的生母 他呢 觉得这个事做得不妥 他就说不可 光之力 这个光呢 就是指太子光 说太子光呢 当初被立起来 作为太子 列于诸侯以 为什么说他列于诸侯以呢 是因为这个公子光啊 在这个晋国做人质 而且呢 晋国也好 其他的这个中原列国也好 都把这个公子光呢 是作为齐国下一代的这个国君了 因为他这个太子的地位呢 已经被这个列国呢 所承认了 你现在无故废之 就没有什么理由了 把这个人呢给废掉 重新立这个公子牙做太子 君必毁之 那么这个国君就是指麒麟宫 说麒麟宫您肯定会为这事后悔的 但是呢 麒麟宫这个人还特别将 他说在我耳 说这个事呢 决定权是在我的 你们说啥都没用 我说了算 我让谁做太子 谁才能做这个太子 遂东太子光 于是呢 就把这个太子光啊 派到这个齐国东部的边境 让他去守边了 让他远离这个国都 使高后傅崖为太子 让这个高后啊 高后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 是这个晋国两大家族之一 高氏的这个掌门人 让高后呢 这个做太子崖的啊 这个师父叫傅崖为太子 林公吉 等到这个齐林公有病的时候呢 崔柱迎故太子光而立之 另外一个大臣呢 这个叫崔柱啊 把这个太子光啊 迎回来之后 然后就立了太子光 等于当时呢 这个齐国国内是分成两派的 一派呢 是以太子光为主 他的这个党羽呢 主要是包括崔柱这些人 另外一派呢 就是太子衙 啊 这又是另外一党 那他的党羽呢 主要是高后这一伙人啊 但是呢 这个崔柱啊 下手比较快 他把这个公子光啊 从这个东边迎过来之后呢 就把他这个立为国君了啊 这个呢 就是后来的这个齐庄公 因为在这个齐国的历史上呢 有两个齐庄公啊 在这个西州的时候啊 还有一个齐庄公 那么这个公子光呢 是后一个齐庄公 所以说历史上呢 也把这个太子光叫这个齐后庄公 把前边那个叫齐 前庄公 那么齐后庄公呢 杀了荣基 也就他等于上了台之后 做了这个国君之后呢 他就开始这个秋后算账了 他说这个荣基啊 你当初不受这个麒麟公宠信吗 你不是想力推这个公子牙做太子吗 然后让我老爹把我给撵到东边去守边吗 现在好 我做了国君了 我说了算 所以说呢 他第一件事呢 就把这个荣基啊 就给干掉了 叫杀荣基 五月仁臣 五月仁臣的这一天呢 林公足 那么齐林公死了 齐庄公即位 庄公呢 也就是那个公子光就即位了 植太子牙于沟斗知秋啊 回过头来呢 他就把自己的竞争对手 也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弟弟太子牙啊 抓住了 这个植呢 就是抓住了 扔在监狱里边叫植啊 于沟斗知秋 这个沟斗知秋呢 是齐国的一个地名啊 应该是在这个林姿城内 当然呢 这个也有人认为沟斗知秋呢 是在林姿城外啊 所以究竟在哪 我们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了 我个人感觉呢 应该是在这个林姿城外的 也就是说这个公子光呢 杀他弟弟 不大可能在这个城内明目张胆的杀 应该是把这个太子牙呢 秘密的运出去 然后找着呢 在这个半路上呢 就把他做掉了啊 弄得人不知鬼不觉 这样的话呢 反正人已经死了 大家也不能拿他怎么着了 所以沟斗知秋呢 不应该是在这个林姿城里边 但是根据这个杨伯俊呢 啊 这个春秋左传的词典呢 他认为这个沟斗知秋呢 还是在这个林姿城里边 杀之 就是把这个太子牙呢 就杀掉了 八月份的时候呢 崔柱杀高后 因为崔柱跟高后呢 也是属于两个阵营的啊 崔柱是属于公子光阵营的 高后呢 是属于太子牙阵营的 所以呢 这个崔柱啊 就把高后呢 就干掉了 晋文齐乱啊 这个时候呢 远在这个西边的晋国 听说齐国呢 发生了内乱 就伐齐 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讨伐齐国啊 晋国的军队呢 就走到了高唐这个地方 高唐呢 就是今天山东省的高唐县 这个时候呢 齐国跟晋国的矛盾 还是北方中原诸侯之间呢 主要的这个矛盾啊 庄公三年呢 是指公元前呢 五百五十一年 晋国的大夫鸾迎奔齐 这个鸾迎呢 是鸾叔的孙子 他的父亲呢 应该叫鸾眼 鸾迎呢 他在这个晋国呢 混不下去了 所以说到齐国来避难 叫奔齐 至于这个鸾迎 为什么到齐国来避难啊 这段历史呢 我们在读这个晋世家的时候会详细讲 啊 庄公后客待之 那么这个齐庄公呢 就这个用后客之礼 也就说把这个鸾迎作为这个上客 来这个厚厚的款待他 燕英跟田文子呢 就这个提建议 燕英呢 就是燕平仲啊 田文子呢 当时也是这个田氏的一个族人啊 他呢 就跟这个这两个人 就跟齐庄公啊 就提建议说 说你不要留这个鸾迎这个人啊 这个人呢 留下来之后啊 对我们已经啊 非常这个啊 紧张的齐跟晋国的关系呢 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呢 齐后庄公这个人呢 并没有听啊 燕英跟田文子的建议 四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五十年 齐庄公呢 使鸾迎渐入晋躯卧啊 这句话呢 就能看出来这个齐庄公 为什么要把这个鸾迎呢 收留在齐国 是因为呢 他想利用这个鸾迎啊 来这个啊 反攻晋国 这里的这个建议呢 是偷偷的 就派这个鸾迎呢 偷偷的回到了晋国的另外一个大城叫屈卧 为内应啊 让这个鸾迎呢 做自己的内应 当然呢 这个鸾迎也好 齐后庄公也好 这两个人的这个政治诉求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齐后庄公呢 想使这个齐国在与晋国的这个较量当中呢 占到上风 因此呢 利用鸾迎 而这个鸾迎呢 也想利用齐国的这个地位啊 来让自己呢 在这个啊 晋国内部呢 能够取得一席之地 所以呢 这两个人等于是一拍即合 鸾迎呢 就回到了这个晋国 做这个齐国的内应 以兵随之 那么这个齐国呢 随后啊 就派兵去攻打晋国 这个齐兵呢 是上太行入孟门 啊 孟门呢 也是一个山的名字啊 太行我们都知道 就不用讲了 孟门呢 也是一个山的名字 它的这个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的灰县的西边 啊 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 这个谭其乡的地图呢 就能非常清楚了 也就是说齐国 如果你想打晋国的话 你必须得从孟门这个地方走 所以说叫上太行入孟门 鸾迎败 齐兵还 但是呢 这次进攻 并没有像齐后装公所想象的那样 啊 这个打了晋国之后呢 鸾迎在内部配合 并没配合好 结果鸾迎就失败了 失败了之后呢 齐国的军队啊 就回来了 取朝歌 那么顺道呢 就把这个朝歌这个城市给攻下来了 朝歌呢 原来是商朝的首都 它本来是这个魏国的一个城市 后来呢 被晋国占有了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齐国打晋国失败了 啊 回来的时候呢 正好从这个朝歌经过 就把朝歌呢 给拿下来了 朝歌呢 就是现在今天河南省的旗县 在黄河的北岸 这个地方呢 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军事战略意义的 六年初 唐公妻好 唐公死 崔柱取之 庄公通之 树如崔氏 以崔柱之冠 赐人 逝者曰不可 崔柱怒 因其伐尽 欲语尽 何谋 习其而不得见 庄公常吃患者假举 假举复事 为崔柱建功以抱怨 这段呢 就是说这个齐后庄公啊 是怎么被崔柱干掉的啊 六年呢 是指公元前呢 五百四十八年 当初的时候呢 唐公妻好 这个唐公呢 也是齐国的一个大臣啊 他是属于这个唐义的大夫 他呢 有个妻子 叫唐江 这个女人呢 好 说明他长得非常漂亮 后来呢 他这老公啊 唐公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这个唐江就变成了寡妇 那么崔柱呢 就把这唐江给娶过来了 根据这个春秋左传来记载呢 是因为崔柱为什么能娶这个唐江呢 是因为这个唐江的哥哥东郭衍 他是崔柱的家臣 那么唐江啊 他的老公死了之后呢 唐江给他老公办丧事 所以说呢 他的哥哥东郭衍肯定是要到场的 这个时候呢 崔柱可能也听说了这个唐江漂亮 他就跟他的家臣东郭衍说 说那你看你要去参加这个你妹夫的这个丧事 那能不能让我跟你一块去呀 当然他去的目的呢 并不是这个真正的想去为了吊丧啊 当然他是以吊丧的名义 他主要是想看一看这个唐江长得有多漂亮 结果这个东郭衍他也没办法拒绝啊 东郭衍呢 就把这个可能也不想拒绝啊 因为如果自己的妹妹要是嫁给自己的主子 那以后自己的这个工作呢 也就好干了 所以东郭衍呢 就把这个崔柱啊 带到了这个当时唐江的家里 结果崔柱一看呢 确实认为这个唐江长得好看 啊 顺便呢 就把这个唐江给取过来了 叫崔柱取之 问题是这个漂亮的女人呢 男人都喜欢 你崔柱认为她漂亮啊 她的这个美名呢 已经传遍了齐国 那么齐庄公呢 肯定也听说了 齐庄公说啊 这个崔柱居然娶了一个漂亮的寡妇 那我要看一下她究竟有多漂亮啊 所以这个齐后庄公呢 就找了一个机会 可能这个到这个崔柱家里边吃饭了 或者是这个游玩 然后呢 让这个唐江出来 齐后庄公一看呢 就非常喜欢 所以说呢 就跟这个唐江啊 就私通了 这里边的这个通呢 是私通的意思 树如崔氏 这个齐后庄公呢 他也不忌讳这个崔柱 他也不管崔柱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经常到这个崔柱家里边来 跟这个唐江私会 以崔柱之冠赐人 而且呢 他不仅这个不把崔柱当回事 还经常把崔柱那个帽子随便拿过来之后呢 就闪给他这个手下的这些人 适者约不可 这个适者呢 就是指齐后庄公的适者 这适者呢 就劝这个后庄公说 你这么干 恐怕不好吧 当时呢 这个齐后庄公也没听啊 齐后庄公呢 认为说 我把你崔柱的帽子送给别人 是我瞧得起你 你别给脸 不要脸 你以为 对吧 一般人的帽子我还不送人呢 我把你的帽子送人 是因为我跟你老婆关系好 所以我瞧得起你 我才送的 当时呢 这个齐后庄公啊 他就没有听这个适者的话 崔柱不干了 毕竟呢 自己的这个老婆跟别的男人私通 崔柱呢 就非常愤怒 因齐伐晋 欲与晋 和谋 习齐而不得见 崔柱呢 想了第一个招呢 就是配合这个晋国 因齐伐晋 因为当时呢 这个齐国跟晋国正在这个发生战争啊 因此趁着齐国讨伐晋国的这个空档 崔柱呢 就想理通外国 跟这个晋国和谋来袭击这个齐后庄公 这里的齐呢 其实就是指齐后庄公 但是呢 崔柱一直得不到机会 那么齐后庄公呢 还有一件事 做的也非常不地道 他曾经有一次呢 用这个板子啊 这个吃呢 就是用板子来抽 抽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呢 就是患官啊 抽他身边的一个患者 这个人呢 叫甲举 可能甲举呢 犯了什么毛病了啊 齐后庄公呢 那天心气也不顺啊 就用这个主板子呢 就抽了他一顿 所以呢 就把这甲举呢 就给抽的就来气了 甲举复视啊 等甲举再次来服侍这个齐后庄公的时候呢 为崔柱建公以报怨 这里的建呢 就是指偷偷的观察 齐后庄公的动静啊 齐后庄公呢 要是有这个风随草动的话 那么这个甲举会随时随地 向这个崔柱来报告的 要掌握这个齐后庄公的一切行踪啊 为这个崔柱呢 杀掉这个齐后庄公啊 来取得这个机会以报怨嘛 这个怨呢 就是指当初 齐后庄公呢 用主板子来抽他 五月 举子朝齐 齐以甲虚想知 崔柱称病不适事 以害公问崔柱病 遂从崔柱期 崔柱期入史 与崔柱自闭户不出 公拥柱而搁 患者夹举 遮公从关而入 闭门崔柱之徒 持兵从中起 公登台而请解 不许请蒙不许 请自杀于庙 不许 揭曰 君之臣 住 疾病 不能听命 禁于公公 陪臣争取有淫者 不知二命 公欲强 涉重公骨 公反罪 遂杀之 燕应立崔柱门外 曰 君为社祭死 则死之 为社祭王 则亡之 若为即死己亡 非其私逆 谁敢认之 门开而入 枕公施而哭 三涌而出 人未催柱必杀之 催柱曰 民之妄也 舍之得民 五月份的时候 举子朝齐 举子就是举国的国君 因为举国也在齐国跟鲁国之间 是在这两个国家的东边 他的地点呢 就是今天山东的举县 举子呢 有一天呢 来朝见这个齐后庄公 其以甲虚享之 这里的甲虚呢 是指日期啊 是指五月十六之一天 齐国呢 就设这个祥礼来招待这个举子 崔柱称病不适事 那么崔柱呢 本来作为齐国的全臣 他应该是出席这个祥礼的 出席这个宴会的 但是呢 崔柱说自己有病啊 已经不管事了 这里的不适事呢 就说不再管事了 以害是指这个五月十七这一天呢 这个公问崔柱病 当时呢 这个祥礼是在五月十六举行的 那么第二天呢 这个齐后庄公就问 说崔柱到底生的什么病啊 怎么祥礼这么大的事 国宴怎么都不参加啊 所以从崔柱期 说我得到这个崔家去看一看 当然呢 他这个看崔柱的病啊 应该是一个借口 他真正的目的呢 还是想会一下这个崔柱的妻子 就是唐江 这里的从呢 是找的意思啊 于是呢 到这个崔柱家里边就找这个唐江 崔柱妻入室 那么唐江呢 就进入了内室 因为过去古代的房子呢 是前面是唐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会客厅 后边是屎 是卧室 用来这个休息睡觉的地方 崔柱的妻子一听说这个齐后庄公啊 要找自己 所以说他就跑到这个后边卧室里边去了 与崔柱自闭户不出 那么跟崔柱一起呢 就把这个门给关上了 这里的户呢 就是指卧室的那个门 把卧室的门给关上之后呢 他就不出来了 供拥柱而歌 这个时候呢 齐后庄公啊 还以为崔柱是真病了呢 所以说呢 他就找这个唐江 但是没见到 啊 这个齐后庄公呢 就玩了一个当时历史上最浪漫的一种行为 他抱住了当时啊 崔柱家里边的一根柱子 然后呢 居然唱歌 后代的这个历史学家呢 对当时齐后庄公在崔柱家里边唱的这个歌呢 也是争论不休 他究竟应该唱的是什么歌 因为在这个史记里边呢 并没有讲这个齐后庄公唱歌的内容 所以大家都在猜 有的人呢 说他唱的是情歌 那也未免把这个齐后庄公呢 看得太浪漫了 也有的人呢 把这个齐后庄公唱的歌呢 说是一种自毁的歌 但是不管唱的是什么歌吧 总而言之呢 这个齐后庄公抱着人家崔柱家的大柱子 然后就在那挖了挖了开始唱 患者甲举遮功从官而入 当时呢 这个齐后庄公到这个崔柱家里边去的时候呢 他其实带了很多这个从官的 而这个从官当中呢 就应该有甲举这个人 甲举呢 在这个齐后庄公身边 是作为这个崔柱的内线而存在的 所以呢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齐后庄公呢 应该是第一个人 然后他第二个人呢 就是这个甲举 那么后边呢 可能是一堆从官 那么齐后庄公呢 进入这个崔家的大门之后 甲举呢 转身就把崔家的大门给关上了 把这个齐后庄公所带来的那些从官呢 全部都关在了门外 等于这个齐后庄公这老哥是一个人进入到了这个崔家 等这个甲举呢 把这个齐后庄公的从官关在外边以后 这个门也关上了 然后崔柱之徒 就是崔柱事先安排好的那些这个甲士 持兵从中起 这个兵呢 是指兵器 拿着这个兵器呢 从这个四面八方啊 就冲出来了 供登台而请解 当时的齐后庄公啊 可能也就懵了 说你们这么多人拿着兵器奔我来 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能也不吱声啊 就把这个齐后庄公呢 就给围上来了 齐后庄公一看不好 一个人对付这么多这个持兵器的假事 那不可能打赢的 那么齐后庄公呢 就登台 当时呢 在这个崔柱家里边是有一个很高的台子的 他就登在了这个台子上面 而请解 这里的请解呢 就是请求宽室啊 请求谅解 没有人答应他 不许呢 就是没有人答应他 那么齐后庄公一看 说这个请求这个宽室不行 那就请蒙吧 请蒙的意思呢 就是说谈判 谈判之后呢 要这个杀写为蒙的 说话要算话的 不许 那么这些人呢 还不干 请自杀于庙 齐后庄公一看 这是不好 那说那就我自杀吧 但是我不能在你崔家自杀 我应该在这个祖庙里边自杀 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列祖列宗啊 会有一个交代 但是呢 这个齐后庄公他真正的目的呢 也并不是想自杀 其实自杀你在哪儿都能杀 你何必非得到这个庙里边呢 但是他提出这个想法呢 就是想拖延这个时间 等待这个援兵 这些人呢 也不许 说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了 揭曰君之臣住疾病 说您的大臣崔柱呢 现在是有病的 不能听命 他也不能出来听您解释 不会听你的命令的 禁于公公 而且这个崔家呢 跟你这个啊 你住的那个地方 那个国君的宫殿呢 是很近的 陪臣争取有银者 不知二命 陪臣呢 就是指这些持着兵器的假释 说我们呢 对于您来说是陪臣 因为这个崔柱呢 是您的臣 而我们呢 又是崔柱的臣 所以我们这些人对你来说呢 就是陪臣 而我们的领导崔柱呢 给我们下来的这个命令 只有一个 就是说陪臣争取有银者 这个有银者呢 就是指跟他妻子 跟他老婆睡觉的那个人 说只给我这一个命令 让我们呢 就把这个有银者呢 把它给逮住 别的命令呢 我是不知道的 争取 这里的区呢 是通那个区市的那个区 争取呢 就是争相的 用这个锚 用我们手里的兵器来指着这个人 叫争取有银者 那实际上就是指这个齐后专攻不知二命 至于其他的这个命令 我们一概是不听的 我们只听这个催住一个人的 这个齐后专攻一看 这谈判也谈不了 今天肯定要死在这了 所以说那只能 没别的选择了 只有跑吧 于是呢 这个齐后专攻呢 叫玉强 可能这个吞一下 从这个台上就跳下来了 然后就想翻墙而过 这些人一看齐后专攻要跑 就射中弓鼓 纷纷纷的就举剑的向这个齐后专攻就射过来了 其中有一支剑呢 就射中了齐后专攻的这个大腿 攻反坠 那么这个齐后专攻呢 就从这个墙上 掉了下来 又掉回到这个院子里边 并没有跑出去 这些假设呢 这个时候也不再客气了 于是蜂拥而上 用这个矛呢 就把齐后专攻呢 就给杀死了 燕英立崔柱门外 那么这个时候呢 齐后专攻守下那个大臣燕英 燕平仲呢 就站立在崔柱的门外 因为他呢 也是被关在门外的那批人当中的一个 他听说这个齐后专攻已经死了这个事之后呢 这个燕平仲啊 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君为社稷死 则死之 说呢 如果你这个齐后专攻是为国家的大事死的 那我燕英就跟着你死 这个公 也就是齐后专攻 如果是因为国家的大事而出走的 叫为社稷王 这里的王是逃亡 出走 说你是为国家的事出走的 那我就跟着你出走 但是呢 你如果不是为这个国家的事死或者出走的 若为即死己亡 你如果是为了你自己而死的 或者是为了你自己而逃亡的 那么非其私逆 如果不是你个人跟你关系特别好的那些亲信 谁敢认知 也就是说谁敢会陪着你呢 叫谁敢认知 门开而入 因为这个时候呢 齐后专攻已经死了 所以大门就开了 燕英呢 冲过去之后啊 叫枕弓尸而哭 因为在这个春秋左传里边呢 经常会提到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究竟啊 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哭的 他哭的这个动作到现在为止也是这个弄不清楚的 你说这个燕英是枕弓尸而哭 枕呢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用头来枕这个枕头 究竟这个头呢 是这个 燕英啊 也就是说把自己的头呢 是放在齐后专攻的尸体上来哭呢 还是这个燕英把齐后专攻的头 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来哭 这个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一直在有这个争论 尤其是在这个春秋左传里边呢 对这个动作争论的非常厉害 三涌而出 这个涌呢 是指过去古人 在这个吊丧的时候呢 表达悲痛的一种表现 就是这个跳啊 就跺脚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跺脚 用脚来跺地 这个三涌呢 就是指向上跳三次 也就是呢 用脚来跺地三次 这个叫三涌而出 表示自己呢 对齐后专攻的死亡是非常悲痛的 把这个悲痛之情表达完了之后呢 燕英就出来了 人未崔柱 那么有人呢 就对这个崔柱说 必杀之 因为呢 这个国军死了 崔柱居然当着这个所有人的面 在大庭广众之下 整着这个齐后专攻的尸体来哭 这明显跟齐后专攻是一伙的 那你既然把这个齐后专攻都杀了 你就干脆把他一伙的这个人也杀掉就算了 但是呢 崔柱说民之妄也 舍之得民 崔柱的这个政治敏感性呢 明显要比他手下的那些人要高得多得多 为什么说这个燕英是民之妄也呢 是因为燕英啊 是这个利民所仰望所关注的那个人 叫民之妄舍之得民 你不杀他把他放了之后你才可以得民心的 不然的话 你把他一个人杀掉之后 其他那些仰望关注他的人都会恨你的 因此呢 这个崔柱啊就放过了这个燕英 并没有把他杀掉 丁丑 崔柱立庄公义母帝 楚旧 侍卫锦公 锦公母 鲁叔孙宣伯女也 锦公立 以崔柱为右相 庆丰为左相 二相孔乱起 乃与国人盟约 不与崔庆者死 燕子仰天约 应所不惑 为忠于君 立社稷者是从 不肯蒙 庆丰欲杀燕子 崔柱曰 忠臣也舍之 齐太史书曰 崔柱世庄公 崔柱杀之 齐帝复书 崔柱复杀之 少帝复书 崔柱乃舍之 丁丑是5月18号 崔柱立齐后庄公的义母帝 他的名字叫楚旧 立他做这个齐国的国君 也就是齐景公 那么齐景公的母亲呢 是鲁国书孙宣伯的女儿 这个书孙宣伯呢 是鲁国三环之一 书孙世家的这个族人 那么他的女儿呢 是这个齐景公的母亲 那么齐景公立了以后 以崔柱为右相 庆丰作为这个左相 二相孔乱起 也就是这个右相崔柱和左相庆丰 孔这个国家祸乱的会这个兴起来 于是呢就与国人蒙事 誓词呢是这样说的 说不与崔庆者死 这里的与呢是亲父 也就是说不亲父崔家跟庆家的人都要去死 燕子养天约 那么这个燕英呢 听到这个话啊 就养天长叹 他就说了一句话啊 燕英说的这句话呢 应该是在这个盟事现场说的 他说 英所不惑 为忠于君 立设计者是从 这句话呢 他表达的意思不是特别清楚 翻译过来呢 大致理解的意思就是 我燕英只忠于国君 有利于设计 凡是忠于国君 有利于设计的事 我都会去做的 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 那么上帝就会惩罚我 这个呢是燕英在现场蒙事的时候 说的一句话 不肯蒙 也就是燕英 不想与崔柱和庆丰直流 同流合污 不想参加这个蒙事 庆丰欲杀燕子 其中呢 这个左相庆丰呢 说干脆不行 把这燕英杀掉就算了 崔柱呢 就说了 说燕英是忠臣 舍之 这里的舍呢 就是只放过他 把他放在一边 不要去管他 叫舍之 齐太史书曰 崔柱是庄公 崔柱杀之 那么在这个春秋的时候呢 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史官 这些史官呢 就负责记录国家所发生的大事 在这个齐国 崔柱呢 把国军给杀掉了 这个对国家来说呢 肯定是大事 因此呢 这个齐国的史官 就决定呢 把这件事记录在齐国的史册上 因此呢 他就写上了一句说 崔柱是庄公 也就是崔柱杀掉了这个齐后庄公 崔柱说 你把这句话给我抹掉 如果不抹掉的话 我就杀了你 这个太史说 这个事是你做的 我不可能把你做的这个事情 从这个国史上抹掉的 于是呢 这个崔柱就杀了这个太史 那么齐帝复书 崔柱以为呢 把这个太史杀掉了之后 那么其他的人就不敢这么写了 也就是说 其他的史官呢 可能就换一种方式了 或者就不会再写 崔柱是庄公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太史的弟弟 继续写崔柱是庄公 崔柱说好 你们哥俩都是一个德性 我干脆把你也宰掉 于是呢 这个崔柱又把他的弟弟给杀了 这回崔柱想了 死了两个人了 应该没有这个太史 在记录这件事了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太史家的兄弟很多 小弟弟又出来了 因为这个太史呢 它是一个家族产业 在这个春秋的时候呢 各个国家的这个史官 都是以这个一家啊 作为这个自己的终生的事业的 也就是说这个从父亲是史官 那么到了他的儿子孙子 乃至这个曾孙呢 基本都是从事一样的行业 因此这个齐国的太史家里边呢 他也是从事这个祖祖辈辈 从事这个史官的工作的 那么齐国的太史被杀掉了 他的弟弟也被杀掉了 他的小弟弟又出来了 继续写崔祝世庄公 崔祝一看没完了 我如果再把他的小弟弟杀掉 他可能又有无数个弟弟冒出来 根据这个春秋左传的记载呢 也就是说这个齐国的史官 听说这个太史被杀掉了之后 纷纷的从各自的家里赶过来 大家呢一致就同意要写这句话 一致要坚决的在齐国的史书上 记上这句话叫崔祝世庄公 你崔祝如果要是有能力 你能杀人 那你就把我们全部都杀掉 所以呢这些史官从四面八方 涌向了这个盟室的现场 涌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 这个时候崔祝真傻眼了 他说我这个杀一个杀两个 都镇不住这些人 那我不能把齐国的史官都杀掉吧 所以说等这个太史家的这个小弟弟 继续写这个崔祝世庄公 这句话的时候 崔祝乃舍之 那么崔祝终于把这个弟弟呢 放过了 像史官这种行业呢 在这个春秋 以至于后来的这些朝代当中呢 都有这个史官存在的 因此呢我们国家的历史呢 才能这个延续下来 就是因为这些史官在其中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把每一个朝代所发生的重要的事情 还有这个帝王所说的每一句话 全部都会把它记下来 供后代的这些王者或者是研究者呢 来做这个参考 你像这个太史公啊 也就司马迁本身 他这一家呢 也是做这个史官工作的 就是因为有太史公的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呢 才能读到史记这本书 才能了解几千年之前 那个大汉王朝的 所发生的这些情况 仅供元年初 崔柱生子程及强 其母死 娶东国女 声明 东国女 使其前夫无救 与其弟言 相崔氏 程有罪 二相及治之 立名为太子 程 勤劳于崔 崔柱许之 二相服听 曰 崔 宗义不可 程强怒 告庆丰 庆丰与崔柱有戏 遇其败也 程强杀无救 言 于崔柱家 家皆奔亡 崔柱怒 无人 使一患者遇 见庆丰 庆丰曰 请为子诸之 使崔柱 朝卢普撇 攻崔氏 杀程强 尽灭崔氏 崔柱父 自杀 崔柱 无归 亦自杀 庆丰为相国 专权 齐景宫元年呢 是公元前的五百四十七年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崔柱啊 生了他的儿子 崔成和崔强 其母死 崔成啊 和崔强的母亲呢 死了 娶东锅女 那么崔柱呢 就娶了东锅女 这个东锅女呢 就是唐江 前边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崔柱是怎么娶这个女人的啊 啊 东锅女呢 也就是唐江 跟这个崔柱呢 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崔明 那么东锅女呢 在嫁过来之后呢 就让他前夫子 这个前夫子呢 名字叫吴舅 是东锅女 也就是唐江 跟他前夫生的儿子 与其弟眼 眼呢 就是东锅眼 这个东锅眼呢 是这个崔柱的家臣 也就是说呢 这个吴舅和眼 他们两个呢 应该是属于这种啊 生旧关系 这两个人呢 向崔氏 那么做这个崔柱的家臣 崔成有罪 至于什么有罪 太史公呢 并没有在书里边说清楚 二相极致之 这个二相呢 就是吴舅和东锅眼 这两个人呢 平时可能也是在找这个崔成和崔强的毛病 现在呢 好不容易逮住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这两个人呢 决定利用他有罪的这样一个机会呢 把这个崔成呢 先做掉 立名为太子 因为这个崔成呢 他是嫡长子 崔成是哥 崔强是弟 因此崔成呢 应该继承崔柱的这个位置 成为崔家的老大 那既然这个崔成有罪 所以这两个人呢 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决定把崔成呢 推掉 立这个崔明为太子 成 勤老于崔 这里的老呢 就是退休 治世 叫老 这个崔成呢 就请求 说我退休吧 我不想干了 既然呢 这个崔明 想做这个崔氏的掌门人 那我也不跟他争了 既然我不跟他争了 那你就让我退休就完了呗 让我退休之后呢 我到这个崔氏的宗义 那个城里边去养老 崔柱许之 那崔柱呢 也觉得他儿子提的这个要求呢 也不算过分 本来呢 这个崔家的掌门人的位置呢 应该是给崔成的 但是呢 这个崔成啊 主动啊 他也不想做这个崔家的掌门人了 他想到这个崔氏的综艺里边去养老 崔柱呢 就答应他了 但问题是呢 崔柱手下的这两个家宰 也就是这二相啊 吴舅和东郭眼 他俩不同意 这个福厅呢 就是不同意的意思 他俩的理由呢 是这样的 说崔宗义啊 所谓的这个宗义呢 是指啊 崔氏家族啊 宗庙所在的那个城义 叫宗义 不可的意思呢 就是不能把这个崔氏的宗义 给这个崔成 那么崔成跟崔强呢 因为他俩是亲哥俩 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怒了 说我们想当这个崔氏的宗主 你不同意 那也算了 我们不想当 但是呢 让我们到这个崔氏的宗义里边去养老 你还不同意 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因此呢 这哥俩就生气了 告庆风 他俩生气呢 并没有把这个话呀 告诉自己的老爹 而是寻求这个外部力量的支持 于是呢 这哥俩就找到了这个庆丰的家里边 就跟庆丰讲 说咱们能不能合作 把这个东郭眼 还有这个吴旧 全部都把它做掉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庆丰啊 跟崔强家里边是有戏的 这里的戏呢 就是指仇 或者是矛盾 或者是怨仇 是有这个怨仇的 表面上看 这两大家族呢 一个是左相 一个是右相 应该合作挺好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两大家族呢 谁也不服谁 因此这个庆丰一看 这是一个介入崔家啊 家事的一个机会 遇其败也 他真正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崔家呢 能够败落下去 那么如果崔家败落下去之后呢 庆丰就一支独大了 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城墙杀无救掩 于崔筑家 家结奔亡 这个庆丰肯定是 跟这个崔家的两个孩子啊 就是崔城跟崔强就说了 说你们两个动手啊 没关系 你就该杀就杀 该砍就砍 你想杀谁 你就杀谁 我们庆家绝对是做你们哥俩的后盾 那么有了这个庆丰的支持之后呢 这哥俩这个脑子一热 就把这个吴救和东郭眼 这两个人在崔家呢 就杀掉了 家结奔亡 那么崔家发生了 这样杀人的事件之后呢 可想而知啊 崔家这个从上到下就乱套了 大家说不好了 这哥俩开始杀人了 这个家臣也好 还有这个崔明也好 还有这个东郭女啊 这个这也好 这些人啊 就说说不好了 我们赶紧跑吧 所以呢 这个崔家就乱了 崔家一乱了 那么崔柱呢 就怒了 当时呢 这个崔柱应该是没在家的 他回来之后 一发现说自己家怎么乱了呢 无人啊 也就说到这个院子里边 一看人都跑光了啊 谁也不想在这个崔家待了 这个时候大家跑光了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这个崔城跟崔强啊 他们两个杀人之后 别人也搞不清楚 他究竟想杀谁啊 两个人已经被他干掉了 还不知道这个其他人 有没有被砍呢 所以这个大家本能的反应就是逃 那么崔柱呢 回到家里边一看呢 整个这个崔家啊 空空荡荡的 连一个人都没有了 于是呢 他就派一个患者啊 当时这个患者呢 不仅是在这个国君的后宫里边啊 在这个清大夫的家里边 也是有这个患者的 派一个患者呢 给自己驾车 他就跑过去去见庆丰了 那么庆丰就说了 说请为子诸之 说你们家出了乱子了 哎呀 怎么这么不幸啊 这样吧 啊 你就不要管了 你崔柱就待在我家里 你家的事我替你管啊 我决定为你来这个报仇啊 为子诸之 就是为你管一管你家的事 于是呢 他就派崔柱的一个仇人叫卢普撇 这个人呢 是这个崔柱的仇人啊 他跟这个庆丰呢 应该是一伙的 就派他啊 去攻打这个崔氏 当时呢 这个庆丰啊 给卢普撇的啊 口信肯定是这样 说你到了崔家之后 你就把这个崔臣跟崔强啊 全部都杀掉 包括他这个崔氏家里边的那些族人 你就见一个杀一个 见一双杀一双 没关系的啊 于是呢 这个卢普撇本来就跟崔柱有仇 在得到了庆丰的许可之后 就奔到了这个崔氏的家里边 把崔氏的一家老少 凡是留在家里边没跑的 全部都给宰掉了 崔柱父自杀 这里的崔柱父呢 就是指唐江 他的媳妇呢 一看不好也自杀了 崔柱无归啊 崔柱呢 就没有地方可去了 因为整个家里边失衡遍野 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 崔柱是彻底绝望了 他可能也明白了 自己家道成这个情况 就是庆丰在后边倒的鬼 但是你明白也晚了 崔柱呢 于是也就自杀了 庆丰为相国 那么崔柱呢 整个一个家庭啊 一个家族被干掉了之后呢 这个庆丰啊 在齐国就一支独大了 因此他作为相国啊 这个原来是左右两个相 现在就变成独相了 专权 他做的就是把齐国的这个权力 全部都拢过来 由自己说了算 三年十月 庆丰出列 初庆丰以沙催住 一交四九号列 不听政令 庆舍用证已有内戏 田文子为环子曰 乱将作 田包高 卵氏相与谋庆氏 庆舍发甲 为庆丰宫 四家徒 共击破之 庆丰还 不得入奔鲁 其人让鲁 风奔吾 无语之诸方 聚其足而居之 赋予在其 祈求 其人喜葬 庄宫 路催住诗 于是以悦众 俗话说 这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庆丰下手 把崔家干掉了之后 他自己的家庭 也成了别人猎杀的对象 三年十月 就是公元前 五百四十五年的十月份 庆丰出猎 庆丰出去打猎 出 也就是当初的时候 这个庆丰 已经杀掉了这个崔柱 一交 变得越来越交涉淫逸 嗜酒好猎 贪酒 而且喜欢打猎 不听政令 整个国家的这个政权 虽然掌握在庆丰的手里 但是呢 他根本就没心思处理这个朝政 整天是喝酒打猎 这个游玩 庆舍用证 庆丰这个打猎 不管朝政 他把朝政呢 就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叫庆舍 庆舍用证 就是指庆舍呢 代替这个庆丰来处理齐国的政事 已有内系 这里的内系呢 是指内部矛盾 也就说明这个庆丰跟他的儿子庆舍之间是有这个矛盾的 田文子为桓子曰 这个时候齐国其他的大家族田氏啊 他的掌门人呢 是田文子 就对这个桓子 这个桓子呢 也是田氏的族人啊 这两个人呢 就商量了啊 说乱将做 说齐国可能会有这个祸乱将要发生 田 包 高 鸾氏 湘 羽 谋 庆氏 那么田氏还有包氏啊 高氏还有鸾氏 这几大家族呢 互相呢 就开始商量啊 怎么对付这个庆家 庆舍发甲为庆丰公 这里的庆舍呢 是庆丰的儿子 现在父子之间的矛盾呢 已经激化了啊 这个儿子呢 发甲兵 包围了他爹 庆丰的这个宫殿 四家图 共击破之 那么这个田 包 高 鸾 这几大家族一看机会来了 赶紧合起来之后 就共同的击破了这个庆氏的家族 庆丰还不得入 这个时候庆丰呢 还在外边打猎呢 他听说家里边出事了 不得入 也就说回不去了 赶紧半道 他就跑到鲁国去避难了 叫奔鲁 所以说啊 一个堡垒啊 之所以能够被攻破 基本都是属于内部出了矛盾 叫这个堡垒呢 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那么这个庆家呢 也是一样 庆丰呢 奔到鲁国之后呢 齐人让鲁 那么齐国人呢 就派人责备鲁国 说我们一个叛臣跑到你们鲁国去了 你们鲁国怎么把他给藏起来了 你是什么意思啊 结果这个鲁国人就害怕了 庆丰呢 也害怕了 庆丰一看在鲁国也待不下去了 指不定鲁国哪天就把自己可能捆不捆不就交给齐国了 于是呢 这个庆丰又跑了 他就开始往南跑 奔到了吴 因为这个时候吴国在逐渐的强大 庆丰呢 决定找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来保护自己 那么跑到吴国之后呢 这个吴国跟齐国之间本来也就是不符的 因为齐国呢 是北方的强国 而吴国呢 这个时候有称霸的这个野心 那么如果想在中原称霸的话 对这个中原的那些强国一定要挨个熟视 所以呢 这个吴国对来自齐国的叛徒 也就是那些叛匪 应该是这个夹道欢迎的 所以这个庆丰奔到吴国之后呢 这个吴国人非常欢迎他 给了他一个城市叫朱方 这个朱方呢 就是江苏省的丹图县 把这个地方呢 给庆丰做他的彩艺 聚齐足而居之 庆丰在这个朱方这个地方站住脚之后呢 就把这个庆市那些残兵败将啊 全部都收集过来 叫聚齐足啊 就居住在了朱方这个地方 富于在齐 庆丰这个人也非常聪明 在朱方这个地方呢 富甲一方啊 甚至呢都比他在齐国的时候还有钱 祈秋也就是当年的秋天 齐人起葬双宫 庆丰走了以后 四大家族呢就胜利了 四大家族就是田氏 包氏 高氏 跟蓝氏啊 这些人呢 这个啊 执掌了齐国的国政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齐后庄公 牵出来 重新安葬 路摧柱师 把这个摧柱呢 从他的坟里边给他挖出来 然后开关路施 这里的路呢 是指用鞭子抽的 那个意思啊 就是通那个杀路的路 路摧柱师 于是在这个集市上用鞭子 抽这个摧柱的尸体 以月中啊 这个月呢 是通那个啊 高姓的那个月 来取悦于齐国都城内的老百姓 九年 景宫史燕英知尽 与书相思与约 齐正足归田氏 田氏随无大德 以公全私 有德于民 民爱之 十二年 景宫如晋 建平宫 玉宇发焉 十八年 宫赴如晋 建昭宫 二十六年 列鲁骄 因入鲁 宇燕英 据问鲁理 三十一年 鲁昭宫 必济世难 奔齐 齐欲以牵涉 封之 子家 指昭宫 昭宫 乃请齐 法鲁 取运 以居昭宫 九年 是指公元前 五百三十九年 齐景宫派燕英 到晋国出差 与书相 私与约 燕英 到了晋国之后 把该办的工事 都办完了之后 他以私人的身份 建到了书相 因为书相 对燕英 也是非常尊敬的 那么燕英 对书相 也是非常尊敬 这两个人 是惺惺相惜 都是属于同一类的人 因此 两个人 就私下里聊天 那么燕英 就跟私相 讲 私语 就是私下里 在讲 说齐政 族归田氏 说我担心 这个齐国的政治 最终会归在田氏的手里 这里的族是最终的意思 归田氏 就是归田氏的手里 田氏虽无大德 这个家族 虽然在齐国 没做什么大德的事 但是以公全私 这四个字 是比较难理解的 翻译过来 就是以 是用 用公全私 这里的权 是衡量的意思 用公家的东西 来衡量私家的东西 那这样说 可能大家还不懂 实际上 他说的是一个什么事 说田氏家里边 他这个粮食比较多 因为他是大家族 是属于青大夫家族 那么等到 周围的那些贫苦的人 跟田氏家里边 借粮食的时候 田氏就会利用 这个时候来收买人心 他怎么收买 就是说 网珠借粮食的时候 他是用公家的那种大斗 借出的粮食非常多 然后他需要你还的时候 他用私家的小斗来收 这样的话 就等于是 借他粮食的这些人 也就是欠他粮食的那些贫苦的农民 就占了便宜了 就占了田氏家的便宜了 而你占了人家的便宜 人家田氏是把多的东西给你 然后往回收少的粮食 那你肯定非常感谢人家 所以这个田氏一来二去的呢 就用这种叫以公全私的办法 来这个取信于民 这个叫虽无大德 但是这些小德呢 也足以让这个田氏成为一个大的家族了 因此后边讲叫有德于民 等于这个田氏呢 对这个老百姓是有恩的 这里的德呢 是恩德的意思 对老百姓有恩 所以民爱之 那么周围的老百姓呢 就越来越爱他 而且这个人呢 都是长嘴的 那么有一家 或者是有一些人 这样一直说他好的话 那么大家呢 也都会认为这个田氏是非常好的 当这个越来越多的人 说这个田氏家族 是一个很好的家族的时候 那么田氏的人气呢 也就聚起来了 十二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六年 景宫如晋 齐景宫呢 到晋国去见这个晋国的国君 晋平宫 欲语罚焉 想跟这个晋国联合 一起讨伐燕国 十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三十年 功赋如晋 建昭宫 那么这个齐景宫呢 又到晋国去出差 建到了晋昭宫 这个时候晋国的国君呢 已经换了 由这个晋平宫换到了晋昭宫 二十六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七十二年 列鲁礁 因入鲁 那么齐国呢 在鲁国的郊区打猎 这里的郊区呢 实际上是指齐国跟鲁国的这个边境的地区 在这个地方打猎 那么就进入了鲁国的边境 与燕英 聚问鲁礼 跟这个燕英呢 一起去学这个鲁礼 鲁礼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鲁国 有一套这个完整的礼仪 跟这个周王使的礼仪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当年鲁国的始风君周公弹呢 对这个周王朝有功 所以这个国王啊 也就是当时的周天子周成王呢 就特赐这个鲁国呢 用这个天子之礼仪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祭天 或者是祭列祖列宗的时候 你可以采用跟天子的一样的这个礼仪 在这个诸侯的所有的国家当中 只有鲁国是有这样特权的 所以呢 鲁国最后就成了这个周王使礼仪 表演的一个镜像国家 你要想了解全套的这些啊 周王使的礼仪 你不用直接到洛阳去了 你就直接到鲁国 让鲁国人给你表演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次呢 这个燕英啊 还有齐景公啊 利用打猎的机会呢 进入到了鲁国 反正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跟鲁国讲一下 说你这个把这个周王使的礼仪 再重新给我们讲一讲呗 所以说呢 就有这样一件事 31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517年 鲁昭公避济世难 这里的屁呢 是通那个带走之的避 鲁昭公呢 是鲁国的国君 他为了躲避济世的这个祸难 奔旗 这个是个什么事呢 也就是说这个鲁国的政权呢 他国君的政权 到这个时候呢 已经啊 完全被他手下的清大夫呢 给架空了 也就是说这个各个国家的政治 实际上呢 是由这个清大夫说了算 并不是由国君说了算 这种情况呢 不光是在鲁国存在 在这个晋国 还有齐国 还有其他的那些列国里边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的 而这个时候呢 鲁国的国君换成了鲁昭公 鲁昭公呢 就想反戈一击 想把这个政权呢 从鲁国的这几个大家族 也就是三环的手里呢 把他夺过来 就决定续毛 要针对一场济世 就采取的这种发难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呢 这个在这个和济世 对抗的过程当中呢 他是没有打过这个济世的 因此呢 他没办法 他只能跑 这个叫避济世难 他往哪跑呢 他就跑到了齐国 到齐国呢 去这个来躲避 那既然鲁国的国君 到齐国来避难了 当时的齐景公呢 就想把这个牵涉 封给这个鲁昭公 但是呢 这个子家只昭公 子家呢 是鲁昭公手下的一个大臣 是跟他一块出逃的 他就没有让鲁昭公 接受这个齐国 给他的牵涉之封 那什么叫牵涉呢 这个涉呀 是古代的基层的行政单位 一涉呢 当时是25家 那么千涉呢 应该是25000家 当时的齐景公呢 还算大气啊 就把这个25000家呢 想封给这个鲁昭公 也就说 让鲁昭公呢 享有这25000家的 这个贡富 但是呢 这个子家是不同意的 子家说 如果你待在齐国 这个25000 享受这个25000家的 这个贡富的话 那么你永远也回不去了 而且呢 这个齐景公啊 他是不想信用的 他现在封给你25000家 那么慢慢的 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数目 给你减少 到那个时候 你有家也回不去 而且在齐国呢 你还是一个臣 对吧 人家齐景公 想怎么玩你 就怎么玩你 所以你不要贪图 眼前的这点小利益 他给你 咱也不能要 咱只能临时的 在齐国这个地方待 然后呢 我们找机会 还是要回到鲁国的 因为你是国君 你跑到别的国家做臣 那这种事 你干起来之后 也是丢人的 而且我们这些人 也跟着你丢人 所以跟这个鲁昭公一说呢 这个鲁昭公啊 就没有同意 这个齐景公 给他这个千家之风 而是乃请齐罚鲁 他想跟这个齐景公来借兵 讨伐这个鲁国的祭士 取运以居昭公 那齐景公说好吧 既然你有这个想法 那我就帮你一下 这个齐景公呢 就出兵帮助鲁昭公 取得了运这个城市 运呢 当时是鲁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啊 城邑的名 他的地点呢 就在今天山东省的运城县的东边 齐国出兵 帮助这个鲁昭公 夺取了鲁国的一个城市 然后把这个运呢 就给了这个鲁昭公 说你不想在我们齐国待 可以的 那我就在你鲁国给你抢个地方 你就在鲁国这个地方待就好了 等于你鲁昭公呢 并没有奔除你鲁国的国境 你只不过就是不在国都待而已 因此齐国呢 叫取运 以居昭公 让这个鲁昭公呢 居住在运这个地方 32年惠星县 井宫坐白请 探约 堂堂 谁有此乎 群臣接气 燕子孝 恭怒 燕子曰 臣孝群臣 产慎 井宫曰 惠星出东北 当其分野 寡人以为忧 燕子曰 君高抬身持 赴脸如福德 刑罚恐服胜 佩星将出 惠星何俱乎 公曰可嚷否 燕子曰 使神 可助而来 亦可嚷而去也 百姓苦愿 以万数 而均令一人嚷之 安能胜众口呼 事实 谨供 浩志公使 巨狗马 奢侈 后父重刑 故燕子 以此见之 三十二年是公元前五百一十六年 这一年呢 惠星出现在天空 井宫坐白寝 白寝呢 是一个高台的名字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广饶县的东北 井宫坐在这个台字上边就感叹了 他说堂堂 这个堂堂呢 其实是个发语词 他表示呢 说这个台字啊 非常富丽堂皇的这个样子 用了堂堂两个字 谁有此乎 说我死了以后 将来谁会占有这个台字呢 群臣接气 所有的大臣一听说这话之后呢 都假模假样的开始哭了 但是只有燕子在笑 那么这个齐警公呢 看到燕子笑 他就怒了 燕子说 臣笑群臣产慎 我笑的是你手下这些大臣啊 向您这个阿谀奉承已经太厉害了 警公说 惠星出东北当其分野 这个惠星呢 在天空当中出现 他所对应的那个分野的国家 正好是我们齐国 所以寡人以为忧 我呢 以这个事儿作为自己的忧虑 燕子就回答了 说君高台深持 你驻高台挖深石 富脸如福德 你收赋岁 唯恐收得少 刑罚恐扶胜 你处罚别人 唯恐不严厉 配星将出 说你这么做的话 这个配星呢 就会出来了 配星呢 是比惠星更大的这个星 当时古人呢 认为这个惠星啊 是一个不吉祥的星 只要这种星呢 在天空当中出现 那么他所对应的那个分野的国家呢 就会有灾难 这里边燕子讲 说别说惠星会出来 你如果继续这么做的话 那么配星也会出来的 而这个配星呢 它的个头规模 明显都比惠星要大 这个配星呢 都要出来了 惠星何惧乎 那前面出现的那个小小的惠星 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吗 公约可阳否 这个阳呢 是古代人举行的一种祭祀 它是用来消除这个灾害的 说那我们能通过这个阳祭 来消除这个不好的这种运气吗 燕子说 使神可助而来 假使这个神可以通过祈祷 能来的话 那么也可以通过阳祭而去 百姓苦愿以万数 那么百姓呢 这个受苦怨恨以万数 就是说这个上万个老百姓 都这个受苦都怨恨您 而均令一人阳之 但是呢 你却只命令一个人 也就是那个太祝 来举行这样一个阳祭之礼 来消除这个灾难 安能胜众口乎 那你一个人啊 他的嘴 他的祈祷 怎么可能能胜过一万个多个人的这个苦愿呢 啊 这个苦愿呢 其实就是指受苦愿和那些话 啊 你一个人对这个天神说好话 不可能胜过一万个人对您说坏话 事实 紧攻 耗志 攻势 而这个时候呢 齐紧攻特别喜欢这个盖房子啊 攻势呢 就是给自己盖房子啊 盖这个特别富丽堂皇的大房子 建这个大高台 巨狗马 巨呢 是急巨 急巨这个好狗 还有这个梁马 奢侈啊 娇奢淫逸 后腹重刑啊 喜欢收很重的这个赋税 而且喜欢使用这个很重的刑罚 当时齐紧攻的最喜欢用的这个刑罚呢 就是砍人家的脚 啊 把人家的脚呢 给砍断 所以当时齐国最畅销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甲之 后来呢 这个在春秋啊 左传里边啊 燕子也找了一个机会啊 针对这个啊 齐紧攻号砍人脚的这样一个重刑啊 所以也劝说过这个齐紧攻 后来齐紧攻还不错啊 终于把自己的这个呃 嗜好呢 就给改了 故燕子以此见之 因此呢 这个燕英啊 针对齐紧攻 耗志攻势 巨狗马 这样一个啊 嗜好啊 所以就找了一个机会 来这个给他提这个建议 42年 吴王和驴 伐楚 入营 公元前506年 吴王和驴 讨伐楚国 进入了楚国的首都营 这件事呢 我们在读这个 前边的这个 吴太博世家的时候呢 已经读过了 47年 鲁洋虎 攻其军 不胜 奔其 请其伐鲁 孢子 剑 紧攻 乃求杨虎 杨虎得亡 奔进 47年 是指公元前的501年 鲁国呢 有一个家臣叫杨虎 他攻打齐军啊 这个军呢 就是指鲁国的国军 但是呢 他没打赢 没打赢之后呢 他就逃命 逃到了齐国 去避难 请齐 伐鲁 请求这个齐国呢 出兵 来讨伐鲁国 那这个时候呢 齐国的一个大的家族 也就是 鲍氏家族 这个孢子呢 是指鲍国啊 这个孢国呢 当时就建议 齐景公说 说你不能听 这个杨虎的 咱们齐国呢 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来出兵 讨伐鲁国 我们应该把这个杨虎呢 给他关起来 因为这个人呢 是鲁国的一个叛臣 于是呢 齐景公就把杨虎呢 给抓起来了 叫求杨虎 杨虎得亡 但是杨虎这个人 非常聪明 他找了一个机会之后呢 就逃亡了 他逃到哪儿去了呢 逃到了晋国 四十八年 于鲁定公 好会甲骨 黎楚曰 孔秋之礼而阙 请令来人为阅 因直卢君可得志 谨公害孔秋向鲁 聚其霸 故从黎楚之计 方会晋来月 孔子立皆上 时有思 直来人斩之 以礼让景公 景公灿 乃归鲁亲帝已谢 而霸去 誓岁 燕英族 四十八年 是公元前的五百年 当时鲁国的国军呢 是鲁定公 跟齐国的国军 齐景公 两个国军呢 在甲骨这个地方 举行一个友好的盟会 这里的好会呢 就是指比较友好的这个盟会 甲骨呢 当时是一个地名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来无限的东南 在这个地方呢 举行集会 当时齐国有一个大夫 叫黎楚啊 他就出建议了 他说孔秋之礼而阙 孔秋呢 就是孔子 这个人呢 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 我就不用解释了 说孔秋呢 他这个人啊 非常知道礼仪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胆小 这里的阙呢 就是指胆阙 请令来人为阅 因直鲁君可得志 为什么黎楚啊 会认为孔秋之礼而阙 让来人为阅呢 是因为当时孔子呢 是作为这个兵相 来辅佐鲁定公到甲骨这个地方 跟齐景公相会 黎楚的意思呢 是说孔秋这个人呢 虽然他知礼 但是呢 他胆小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 让这个来人 来人呢 他这个是齐国境内的一支 属于东夷人的这样一个部落啊 让这个来人呢 这个上台表演音乐 趁这个机会呢 让这些来人 把鲁君呢 也就是鲁定公 给他挟持住 然后呢 威胁鲁定公 可以达到我们齐国 想要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鲁国的国君 都被我们给控制了 那我跟你鲁国要什么东西 你都得给 这个黎楚呢 就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他为什么让这个来人 来做这个事呢 是因为他可以随时随地 把这个责任呢 推到来人的身上 因为这个来人呢 在这个齐国的国境之内呢 他是属于东夷人的一支 是属于那种 没有特别开化的少数民族 因此这帮人呢 头脑比较简单 你让他做什么 他都会做 但是一旦 如果这个计划 要失败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是来人自己的主意 跟我们齐国是没关的 可以把这个责任呢 完全都推到 这个来人的身上 所以呢 当时这个齐警官 一听这个计策呢 也觉得可行啊 他呢 这个因为害怕 孔秋向鲁 他觉得呢 这个孔秋啊 也就是孔子 如果做鲁国的国相的话 那么鲁国在他的治理之下呢 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鲁国要是强大的话 对于这个邻居齐国呢 肯定是一个威胁 因此呢 他拒齐霸 就害怕鲁国在这个地方呢 会称霸 因此他就听从了 这个黎楚的计策 方会 也就是说 等这个盟会呢 在举行的时候 近来月 齐警公一回首 说让这个来人 给我们表演一下音乐吧 给我们这个盟会呢 能增添一点和平快乐的色彩 因此呢 这些来人呢 就登台 开始表演音乐 孔子这个时候 看出来不对了 说我们这个两个国家 齐国跟鲁国 在这个甲骨这地方举行盟会 这样一个非常啊 严肃庄重的场合 怎么整一堆这个东夷人 来表演音乐呢 他就觉得这个事不对劲 而且觉得呢 这个来人的眼光啊 一直瞄着这个鲁定公 所以孔子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他做了一个动作 叫立阶而上 什么叫立阶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登台阶啊 就我们上楼梯的时候 基本都是属于立阶 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一脚一个台阶啊 左脚上台阶 然后右脚的往上登 登上一个台阶 但是古人呢 他不是立阶上 古人在登台阶的时候 他是属于那种两脚并上 然后再往上走的 比如说你这个左脚 往上迈一个台阶 那么你右脚呢 提上来之后啊 要跟这个左脚并在一起 然后呢 再由左脚 再登上一个台阶 这个右脚再并上 继续呢 这样往上登台阶 这个呢 是当时的古礼 可是呢 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比较危急的时候呢 你可以立阶而上 也就是一脚一个台阶 你虽然不合理智 但是呢 因为属于特殊情况 所以大家呢 也不认为你是失礼的 而这个时候呢 孔子就觉得 齐景公啊 他是有这个特殊的目的的 让这些来人呢 有可能会对鲁定公造成威胁 因此孔子呢 当机立断 决定立即而上 时有思 直来人斩之 当时的孔子 肯定是说了很多话的 说我们这个两国盟会 你为什么让一些来人 一些东夷人 来给我们表演节目呢 于是就让鲁国的有关部门 抓住这些来人 当机立断 那当场就给砍了 这个故事呢 在这个春秋左传里边 还有这个孔子家瑜里边 都有记载 因为孔子呢 这个下手太快 而且呢 这个做的事也特别果断 这个做完之后呢 还没等齐景公反应过来的时候呢 孔子马上就用礼仪来让景公 这里的让呢 是责备的意思 因为这个孔子之礼 所以孔子呢 能用这个礼仪一条一条的 来这个责备齐景公 所以呢 越责备 这个齐景公啊 就越感到惭愧 乃归鲁亲帝已谢 而且说着说着呢 这个齐景公就受不了了 说你别说了 干脆 这次呢 是我做的不对 那么我既然做的不对了 我们齐国呢 就要对你进行补偿 于是呢 就把当时呢 这个齐国占领的 那个鲁国的土地呢 就还给了鲁国啊 来作为这个谢罪 以谢呢 是作为谢罪啊 来向鲁国表示自己 实在是太抱歉了 而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鲁国呀 也是见好就收 没有在这个地方停留 赶紧的收兵 就回去了 也就是说这次甲骨之会呢 孔子和这个鲁定公前来参加 孔子是作为这个福相的 鲁定公是作为国军的 但是他们来呢 是带着军队来的 并不是啊 这个只有几个人过来 所以呢 这个在这次外交的这个交锋当中呢 孔子是取得了胜利 那么孔子也觉得见好就说 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待了 如果在甲骨这个地方待时间长的时候 可能事情会生变 于是呢 就赶紧往回跑 叫罢去 誓岁燕英族 也就是在这一年 公元前的500年 燕英呢 终于死了 这个是齐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相国 55年 范中杭 反齐军于晋 晋公之急 来请诉 填起 欲为乱 树党于逆臣 遂谨公约 范中杭 树有德于齐 不可不救 乃时起 旧 而疏之 素 55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493年 晋国的六大家族当中的两大家族 也就是范氏跟中杭氏 反齐军 这个造反了 在晋国 反齐军于晋呢 就是造这个晋国国军的反 进攻之急 但是呢 你这个 一造国军的反 其他大家族呢 就会群起而攻之 代表这个国军呢 攻击你 等于四大家族呢 打这个两大家族 那当然这个范氏跟中杭氏呢 是打不过这四大家族的 那打不过呢 就只有跑 那这个范氏中杭氏跑到哪去了呢 这两大家族跟他手下的这些造反的士兵呢 就跑到了当时的朝歌 朝歌呢 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期限 在这个史记里边呢 这里并没有讲 但是在这个晋氏家里边呢 会对这个故事会详细的讲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也就不细说了 而这个范氏跟中杭氏呢 躲到了这个朝歌之后呢 他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他没吃的 因为你归手在这个城里边呢 你不到外边去 你城里边的粮食呢 总有一天会吃光的 那怎么办呢 这个范氏跟中杭氏呢 就向齐国借粮 因为范氏跟中杭氏也知道 当时的情况呢 也就是说能够对抗晋国的 就只有齐国了 这个齐国呢 在整个春秋时期啊 对这个晋国呢 一直是不太服气的 但是呢 非常无奈的 就是自己的国力不行 啊 晋国一打呢 他就败 但是在心理上呢 他一直把这个晋国呢 作为这个 没有作为这个老大来看待的 所以说呢 这个范氏跟中杭氏也知道 所以这哥俩一琢磨呀 说这个能给咱们粮食的 就只有齐国了 就向这个齐国呢 去借粮 请宿呢 就是来请粮食 当时的这个齐国国内呢 有一个人叫田启 这个田启呢 是田氏家族的一个人 他是这个啊 田武语的儿子 也是当时齐国的一个权臣 欲为乱啊 这个人呢 就想在齐国呢 施遭动乱 恕党于逆臣啊 这个恕党呢 就是结党啊 逆臣呢 就是与外国的这些叛臣 也就是这个范氏跟中杭氏呢 啊 来这个结合起来啊 这个叫恕党于逆臣 于是呢 他就呦 游说这个齐景公啊 说范氏跟中杭氏 恕有德于齐啊 多次对我们齐国是有恩的 现在呢 这哥俩啊 这个被困在朝阁 这个地方没粮食吃了 那我们齐国呢 不能不去救啊 乃使起救 于是这个齐景公就派这个田起啊 送粮食给这个范氏跟中杭氏 而书之素 也就是从这个齐国来向这个朝阁呢 书送粮食 五十八年下 景公夫人燕姬 嫡子死 景公宠妾 瑞姬生子徒 徒少 其母贱 无形 朱大夫恐其为四 乃言 愿则 朱子 长贤者 为太子 景公老 恶言 四世 又爱徒母 欲立之 但发之口 乃为朱大夫曰 为乐尔国 何患无君乎 秋景公宾 命国惠子 高昭子 立少子徒 为太子 朱群公子 迁之来 景公族 太子徒立 视为燕儒子 东 魏葬 而群公子魏朱 皆出亡 徒 朱义母兄 公子寿 居 前 奔位 公子 除 杨生 奔鲁 来人 歌之曰 景公死户 浮雨霾 三君 视乎 浮雨 谋 师乎 师乎 胡党 知乎 58年的夏天 是指公元前的490年 那么这一年 这个奇景公的夫人 燕姬 她的嫡子死了 因为这个夫人 只有一个 所以说 这个夫人生的儿子 都是嫡子 这里的士 是通那个嫡 就是一个女字旁 再加一个摘要的 那个摘 去掉提手 就是嫡子 但是这个嫡子死了 景公宠妾 而且这个奇景公 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小妾 叫瑞姬 他给奇景公 生了一个儿子 叫图 也就是公子图 但是这个公子图 太小了 这个少 就是指年岁太小了 其母贱 这里的贱 是指他的地位 比较卑下 因为他是妾 而不是夫人 因此呢 说他是这个地位 比较低下的 无形 而且这个孩子啊 这个无形呢 是指这个公子图 这个孩子呢 他的行为特别不好 就是不讲德行 诸大夫 恐其为四 那么这些这个奇国的大臣呢 就担心了害怕 说公子图这个人 要是作为奇国的四军的话 那这个奇国的政治 就麻烦了 乃言 愿则 诸子 长贤者 为太子 说奇景公 你老人家生了那么多儿子 你何不选择一个 这个长贤 年纪大的 而且呢 是有贤德的人 作为您的太子 你看多好啊 但是呢 景公老 这个时候呢 奇景公啊 已经言令啊 非常大了 老眼昏花 头脑呢 也不是特别清楚了 恶言四世 他非常讨厌别人说 他继承人的事 又爱图母 而且呢 这个公子图的母亲 也是他的这个宠妾 他非常喜欢这个女人 欲立之 他内心里呢 就想立这个公子图 淡发之口 但是呢 他这个有点担心 不敢把这个事呢 来说出来 这个发之呢 就是开口 乃为诸大夫曰 因此呢 他就采取了一个 折中的态度 就说我们这个事 先别提 于是就对这个 其他的大夫就说了 说维勒尔 说你们哎呀 这种闲事里面 就不要管了 你们该乐就乐吧 国何患无君乎 一个国家 你们为什么要担心 他没有国君呢 这个国君总会有的 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你们该玩就去玩吧 秋天的时候 这个奇景公呢 就病了 命国会子跟高招子 这两个人呢 都是这个奇国两大家族 国家跟高家的掌门人 让这两个人呢 立少子徒为太子 说呢 这个反正我已经要死了 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那么这个你们两个 这个国士跟高士 赶紧把这个公子徒 把他立起来吧 让他做这个太子 等我死了之后呢 让他做这个奇国的国君 逐群公子 牵之来 这个国士跟高士呢 还不错啊 就配合这个奇景公 把这个群公子呢 全都赶跑了 因为这些群公子呢 就是奇景公 生的这些儿子呢 如果待在这个奇国的国都 那么呢 就会对这个公子徒的太子地位呢 造成威胁 因此呢 这个国士跟高士就联合起来 把群公子呢 全给赶跑了 牵之来 把这些人呢 牵到来这个地方 来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它是属于奇国东部的 边境的一个城市 这个地方呢 基本是属于疑人呢 也就属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把这些群公子呢 牵到这个地方 离这个奇国的首都林子 是非常远的 景公族 那么这一年呢 景公也死了 太子徒立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个奇国的国内呢 已经没有其他的公子了 只有这个太子徒 因此呢 就把这个太子徒呢 立为奇国的国君 示威 彦儒子 当时呢 因为奇景公刚死 太子徒呢 还在处于为奇景公 守孝的这样一个阶段 因此只能称为是儒子 东 魏藏 到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奇景公啊 也没有下葬 而群公子 未诸 接出王 那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前边呢 不是把这个群公子 全部都撵跑了吗 现在怎么又开始 这个逐群公子呢 或者群公子 接王呢 我个人分析呢 肯定是这样的 这个奇景公死了之后呢 待在来这个地方呢 群公子 听说老爹死了 可能纷纷的回来呢 给这个老爹 这个吊丧啊 可能这个守孝 而在这个守孝期间呢 这个太子徒就立了 也就是作为这个下一代 齐国的国君的候选人 啊 群公子一看自己呢 也没有戏了 而且呢 继续待在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呢 可能也会被干掉 因此接出王啊 再一次的就跑出来了 啊 图诸 异母兄 公子兽 那么这个公子徒 各个异母兄啊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 齐景公的儿子啊 但是妈呢 不是一个 因此叫异母兄啊 兄呢 就是指哥哥啊 像这个公子兽啊 公子居啊 还有公子钱 全部呢 跑到这个魏国去避难了 而这个公子徒 公子杨生呢 跑到鲁国去避难了 所以呢 这个来人呢 就编了一首歌啊 当时的这个顺口溜啊 这个歌呢 是这样唱的 说 景公死户 浮雨霾 那么齐景公死了之后呢 这些群公子 因为全部都逃亡在外 所以呢 就不能参与这个 这个齐景公的下葬 也就说 不能这个亲自来埋掉 这个齐景公 三军士乎 浮雨茅 这个三军之士呢 因为当时呢 这个齐国 也是有这个三军的 啊 周天子呢 是拥有六军 那么这个大的诸侯国呢 可以拥有三军 不能超过这个 周王室军队的一半 啊 因此最大的那个 诸侯国 像晋国呀 像这个齐国呀 包括鲁国 鲁国可能三军也没有 只有这个一军 或者二军啊 你拥有的这个军队的规模 绝对不能超过周天子 拥有军队规模的 这个一半 因为这个周天子呢 他要保证 在军事力量上 对这个诸侯国呢 有绝对的控制力 当然呢 这是在西州的早期 后来到了东州之后呢 这个礼节啊 已经被突破了 你像晋国呢 他就有可以做六军啊 他的军队的规模呢 其实跟这个周天子呢 已经差不多了 而且呢 啊 实际上的战斗力 可能比周王室的 这个军队的战斗力还强 这个时候呢 齐国呢 应该是有三军的 这里说的三军之势呢 应该就是指战争的事 那么一提到战争的事呢 说这些群公子 就不能够参与谋划 师乎师乎 这里的师呢 是指众 就是群众的那个众 是指众人 指的就是那些公子徒 跟他手下的那些党羽 啊 师乎师乎 胡党知乎 这里的党呢 是锁的意思 就是这个 所以的那个锁 是处锁的意思 而这个锁呢 在这里边 是做动词的意思 相当于是往 就是前往的意思 那么这个来人呢 他说师乎师乎 说你们这些众人呢 就是你啊 君公子 及其手下的那些党徒 啊 你们还能到哪去呢 这个胡党知乎啊 他的意思就是何处才是你们的安身之地呢 焰如子元年春 填起伪士高国者 美朝起参胜 言曰子德君 大夫皆自威 欲谋作乱 又为诸大夫曰 高招子可谓 即未发先知 大夫从之 六月填起包墓 难与大夫以兵入宫宫 宫高招子 招子闻之 与国会子旧宫 宫失败 填起之徒追之 国会子奔举 遂反杀高招子 焰于奔鲁 八月 其秉一姿 填起 拜二相 乃使人之鲁 招公子扬生 这一段呢 因为比较长啊 所以我们先读到这里 看一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焰如子元年春 焰如子元年 是指公元前的 四百八十九年 这年的春天呢 这个田市的族人 田起 假装侍奉 这个高市跟国市 也就说 他表面上呢 跟这个高市跟国市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朝会的时候呢 田起参胜 每次这个国市跟高市上朝的时候 这个田起呢 都会跟他们坐这个一辆车 陪他们一起坐车 这个叫参胜 起呢 就是田起 延约 那么在车上呢 他就会跟这个国市跟高市啊 就会聊天 那聊天的内容呢 就开始挑拨离间啊 他说这个子得军 大富皆自威 子就是指你们这两大家族 国市跟高市 因为你们得到了这个国军的支持 因为这个燕儒子呢 是国市跟高市 在这个当时齐景公的遗言下立起来的 所以说这个燕儒子肯定是支持这个国市跟高市的 等于燕儒子跟国市跟高市都是站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田起就说了 说子得军 你得到了国军的支持 大富皆自威 但是其他的那些齐国的大富 并没有得到国军的支持 都人人感到自己很危险 欲谋作乱 那么这些大富呢 就想联合起来 想作乱 做掉你们这两家 就是国市跟高市 说完了之后呢 这个国市跟高市啊 肯定是相信这个田起说的话了 就做好了跟这个其他大富呢 这个抗衡的这个准备 随后呢 这个田起又跟那些朱大富就说了 因为他是在挑拨离间嘛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高昭子啊 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可谓呢 是可怕啊 即未发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要等到这个高昭子先发难 要趁着他们还没发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先下手为强 除掉他们才可以 这个叫先知 要比他们先动手 这些群大富呢 就听从了田起的话 也就等于田起 在这个国市跟高市 与群大富之间的挑拨离间呢 已经成功了 那么六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在公元前489年的六月份 田起 还有包墓 以及其他的那些群大富呢 就带兵进入了宫宫啊 进入了燕儒子的宫殿 宫高昭子 这几个字呢 应该是燕文 应该把它划掉的 因为根据那个左传呢 并没有这几个字啊 所以说这个可以把宫高昭子 这几个字呢 是划掉 就等于呢 是田起跟包墓 还有群大富呢 带着兵 进入了燕儒子的宫殿 那么高昭子 听说这件事之后呢 与国会子就就宫 高昭子跟国会子 不是跟这个燕儒子 也就是当时的齐国的国君 是一伙的嘛 那听说这个燕儒子 被群大富控制了 所以这两大家族呢 就赶紧起兵来救这个燕儒子 攻失败 这里的诗呢 就是指国士跟高士 领的这伙人 他们失败了 那么田起之徒追之 田起之徒呢 就是指前边的那些群大富 还有包括这个包墓 他们这些人呢 就开始追这个国士跟高士的 这个余党 国会子奔举 那么国会子呢 他跑到举国去避难 遂反杀 高招子 于是这些人呢 就返回来杀掉了高招子 这个呢 应该跟这个左传是相矛盾的 因为左传呢 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呢 并没有说包墓 还有这个田起这帮人呢 把这个高招子给杀掉了 所以这里边呢 是有这个事实出入的啊 不知道这个太史公是从哪里拿到的材料 说这个包氏 还有这个田氏 他们这帮人呢把高招子呢给杀掉了 燕鱼奔鲁 这个燕鱼呢 是指燕英的儿子 他呢一看不好 赶紧到这个鲁国去避难了 八月份的时候呢 齐国另外有一个大臣叫秉义兹 他后边呢 应该是缺字的啊 这里边就提了一个齐秉义兹 他后边没写干什么 所以这里边应该明显是缺文 秉义兹呢 根据这个历史资料记载啊 他也是奔到鲁国去避难了 田起拜二相 那么这个田起呢 就打败了这个国氏跟高氏 这两大相国 乃使人知鲁昭公子扬升 既然呢 这个田氏包氏 他们不想立这个燕如子 做这个齐国的国君 那就只能另选人了 那从哪选呢 只能从这个齐景公啊 生的这些其他的公子当中选 那么选谁呢 所以说这个田起啊 他就瞄中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就是啊 在鲁国避难的那个公子 扬升于是呢 这个田起就派人到鲁国 把这个公子扬升呢 从鲁国给召回到齐国 扬升至齐 私逆田起家 十月物子 田起请诸大夫曰 长之母有余书之计 姓来会饮 会饮填起成扬升陀中 至座中央 发陀出扬升 曰此乃齐君以 大夫皆福业 将与大夫蒙而立之 包墓醉 起乌大夫曰 吾与包墓谋 共立扬升 包墓怒曰 子望谨公之命乎 诸大夫相视欲毁 扬升前顿守曰 可则立之 否则已 包墓恐获起 乃妇曰 皆谨公子也 何为不可 乃与蒙立扬升 侍卫道公 道公入宫 使人迁 焰如子于台 杀之墓下 而诸如子母 瑞子 瑞子顾见 而如子少 顾无权 国人轻之 公子杨生 从鲁国呢 回到了齐国 私逆填启家 这个逆呢 就是藏 私字的藏在了填启的家里 十月误子 十月这天呢 是没误子的 但是呢 十月这天是有丁某的 所以这里的日子呢 应该是这个 太史公先生写错了 填启请诸大夫曰 这一天呢 这个填启就请客 把这个朝中的大夫呢 全都请到了自己的家里边 他说了下边这样一番话 他说 长之母 有余书之计 这里的长呢 是田长 是这个田启的儿子啊 长之母 就是指田启自己的老婆 他就跟这个朱大夫讲 说我老婆呢 想有一场这个祭祀活动啊 因为这个田启的老婆呢 他毕竟是女人 那么在这个春秋时期呢 女人祭祀啊 他所用的东西呢 都是这个家常啊 常用的这些东西 像这些豆子啊 像鱼啊 都是这些 他不像这个朝中啊 那种国家的祭祀 用的祭品呢 都非常上档次 但是女人的祭品呢 都是用这种鱼之类的 所以说这里叫余书之计啊 姓来会饮 这里的姓呢 是赏光 说呀 这个你们各位赏光啊 到我家来喝酒 会饮 就是正在喝酒的时候 田启呈阳生 陀中 田启呢 就把这个公子阳生 放到了一个袋子里边 而且呢 把这个袋子 放在了座位的中央啊 整个场面呢 看起来也是比较怪异的啊 发陀 除阳生 那么酒喝到一半呢 这个田启 把大家的情绪 给调动起来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麻袋呢 给打开了 打开之后 就把公子阳生啊 给放出来了 田启就说了 说此乃齐君矣 说你们各位 不是想立这个齐国的国君吗 说这就是齐国的国君 大夫皆福业 那么在座的这些大夫呢 一看说公子阳生啊 回来了 从鲁国回来 继承这个齐国国君的位置 所以这些大夫呢 全部都拜倒了 福呢 是福在地上 业呢 是拜业 将与大夫蒙 而立之 那么这个事呢 定下来之后啊 田启 还有公子阳生呢 就要跟这些 在座的 这些喝酒的大夫 想要蒙事 而且呢 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包木嘛 他就喝醉了 喝醉了之后呢 这个田启啊 就乌大夫 这里的乌呢 是指欺骗 他就欺骗这些大夫说 他说 吴与包木谋 共立阳生 说立公子阳生 作为这个齐国的国君 是我跟包木两个人 共同商量的 而实际上 这个真正的结果呢 是包木并没有参与这场 啊 这个立公子阳生 作为齐军的这样一个阴谋 而此时呢 这个田启 看这个包木喝醉了 而且醉的是不省人事 田启呢 就欺骗大夫说这事是我们两个定下来的 啊 包木怒约 那么后来这个包木 醒久了之后 听说这个田启啊 打着自己的旗号来立这个公子阳生 然后他就发怒了 他说子望 谨公之命乎 那么这个谨公之命呢 就是指谨公在临死之前 他是想立这个公子图 作为齐国啊 国君的候选人的 你难道忘了 齐谨公的命令吗 朱大夫相视欲悔 那么其他的这些大夫呢 互相都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有点后悔了 因为大家在琢磨啊 说你们两个到底是有没有商量啊 把这个公子阳生立为国君呢 现在看来你们内部之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以这些朱大夫呢 就有点后悔了 阳生前顿守约 那么这个局面呢 将在这里的时候 公子阳生呢 还算机灵啊 他一看到这个大家的场面呢 已经这个有点尴尬了 所以说这个阳生呢 他马上就走上前去 顿守约 这个顿守呢 是磕头当中啊 比较重的一种礼节了 他说可则立之 否则已 说你们大家看 我这个人呢 如果还可以的话 那么就把我立起来 做这个齐国的国君 如果觉得我不可以 那么就算了 包目恐惑其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包目的脑子啊 也在飞速的旋转呢 他一看 反正这个谁当国君不是国君呢 反正自己也当不了 为谁服务都是服务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子阳生 如果要是真当上了国君的话 那么包目一琢磨 公子阳生上台之后 很有可能啊 这个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就是自己 因此呢 他这个考虑到后果之后啊 他就担心祸难呢 会从自己身上那个兴起来 乃赴约啊 然后呢 他也啊 上前这个回复说 借锦公子也 何为不可 说大家呢 都是齐锦公的儿子啊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大伙呢 一看这个包目同意了 乃与盟 于是呢 这个大家啊 就参与了盟事 立公子阳生 做齐国的国君 侍卫道公 那么公子阳生呢 他的嗜号是道公 道公入宫 进入了宫殿里边 使人迁 燕如子于台 而燕如子呢 就是公子图啊 燕如子这个时候呢 已经被立为太子了 但是新的这个国君呢 已经被立起来了 于是呢 这个齐道公就派人 把燕如子 也就是公子图 迁到了台这个地方 台呢 是齐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的林渠县 迁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杀之墓下 派这个杀手 把他杀在了野墓之下 这里的墓啊 是帐篷 杀在了一个帐篷的外边 儿竹如子母瑞子 因为这个燕如子 也就是公子图的母亲呢 叫瑞子 儿子被杀了 这个瑞子呢 在宫里面也待不下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公子阳生啊 就把瑞子给连跑了 瑞子固见 而如子少 这个瑞子的地位呢 本来就比较低下 这里的顾呢 是本来 那个贱呢 是指地位比较低下 而如子少 他的儿子公子图呢 又比较年轻 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 因此呢 无权 无势 国人轻之 那么其他的这些人呢 也就看不上这个瑞子 这母子两个 后来根据这个左传的记载啊 瑞子呢 也是被这个杀掉了 道公元年 其法鲁 取欢 产 初 阳生 王在鲁 季康子 以其妹 弃之 即归 即位 使迎之 季姬 与季仿侯 通 言其情 鲁 福感语 故其 法鲁 静迎 季姬 季姬 必 其 富贵 鲁亲 帝 这个事呢 在当时的春秋历史上 也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性丑闻啊 道公元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488年 齐法鲁 齐国呢 讨伐鲁国 取了欢跟产 这样两个地方 欢跟产呢 分别是这个鲁国的两个城市的名 啊 这个欢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宁阳县的北边 产呢 是在宁阳县的西边 这两个地方呢 距离都不太远 当初的时候 这个公子杨生呢 逃亡在鲁国 季康子 以其妹 弃之 当时呢 这个执掌鲁国政权的三环之一 济氏啊 他的掌门人呢 是季康子 季康子呢 就把他的妹妹 嫁给了这个公子杨生 这里的妻呢 是读第四生 读弃 就嫁给了杨生做妻子 即归即位 等到这个公子杨生 回到 齐国 即国军位的时候 使迎之 就派人呢 想从鲁国 把自己的妻子 也就是季康子的妹妹呢 迎回到齐国 但问题是 这个季姬啊 在这个鲁国呢 也出事了 季姬与季访侯通 啊 季姬呢 可能因为这个公子杨生啊 不在这个鲁国 啊 可以比较寂寞 于是呢 就跟自己的一个唐叔 叫季访侯 啊 也就等于是唐叔 跟这个唐侄女 这两个人呢 开始私通了 这里的通呢 是私通 啊 言其情 后来呢 听说这个 齐国呀 要把自己接回去 那么这个季康子的妹妹呢 就不敢隐瞒这段私情了 就把他跟这个季访侯 私通的事呢 就跟季康子说了 叫言其情 鲁福甘雨 那季康子一听说 这事坏了 对不对 公子杨生走了 然后你跟这个别人私通 那你这事 要是真的被公子杨生 给知道的话 那这个鲁国麻烦就大了 这不是你个人的这个麻烦了 是整个国家的麻烦了 所以呢 这个季康子就没敢 把自己的妹妹呢 啊 让他这个去这个齐国 顾齐罚鲁 那边呢 公子杨生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说你看我 我娶你的妹妹 做这个妻子啊 我现在呢 做了齐国的国君 我想把你妹妹给接回了 你怎么不同意啊 静迎季姬 因此呢 他就罚这个鲁国啊 静迎这里的静呢 是最终的意思 最终呢 还是把这个季姬啊 给接回到了齐国 季姬B 这个季姬这女人呢 确实很厉害啊 当时呢 史书上并没有说 这个季姬长什么样 但应该是非常美的 而且他不光是外貌美 个人呢 也非常有心计 尽管他跟自己的唐叔呢 有这一腿 但是到了齐国之后呢 他仍然是这个最受宠的 那一个 这里的B呢 就是受宠 齐复归鲁亲帝 齐国呢 因为讨传辩鲁国不是 取了这个欢跟鲜 这两个地方吗 现在呢 这个老婆呢 也接回来了 所以说呀 当时的这个齐道公啊 就把这个他当年 当时啊 这个侵占的鲁国的那个啊 鲜跟欢这两个地方呢 又还给了鲁国 鲍子与道公有戏不善 四年吴鲁伐齐南方 鲍子侍道公赋于吴 吴王夫差 枯于军门外三日 将从海入讨齐 齐人拜之 吴师乃去 尽兆央伐齐 致赖而去 齐人共立 道公子仁 侍为简公 齐道公呢 上台之后 他跟这个鲍子之间的关系呢 就不好 这里的戏呢 是指这个有矛盾 不善 不善呢 也是指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好啊 四年 就是公元前的485年 吴国跟鲁国联合起来 讨伐齐国的南方 啊 抱子侍道公 这个呢 应该是太史公先生搞错了 因为这个齐道公死呢 并不是这个包幕杀的 所以这里边这个 不知道太史公 为什么说抱子侍道公 啊 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说明 也许当时太史公先生呢 掌握了其他的这个资料 啊 他认为呢 是这个包幕把这个齐道公呢 给杀掉了 啊 杀掉了齐道公之后呢 赋于吴 把这个复告呢 就报告给了吴国 吴王夫差呢 正好这个时候想称霸 称霸的第一个开刀的对象呢 他就想拿这个齐国下手 正好这个时候找不着机会呢 那么吴王夫差一听说什么啊 手下的大臣把这个齐道公给杀掉了 敢杀国军 这还了得 于是呢 这个吴王夫差就这个演戏 在军门外哭了三天啊 为这个齐道公来哭啊 其实还跟齐道公之间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为了打齐国呢 他不得不制造这样一个借口啊 哭了三天之后呢 将从海入讨齐啊 从这个海上啊发兵讨伐齐国 但齐人败之 齐国人呢 打仗还是有一套的啊 就把这个吴国呢 给打败了 无尸乃去 吴国军队呢 就退回到了吴国 这个时候呢 晋国的赵央也讨伐齐国 致赖而去 到了赖这个地方呢 就回去了 那么赖这个地方呢 是齐国一个城市的名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张秋县的西北 打到这个地方之后 就不再往前打了 然后呢 晋国也就撤退了 齐人共立道公子仁 因为齐道公死了 没当上这个多少年国君 那么大家呢 就把他的儿子 名字叫仁 这样一个公子呢 立为齐国的国君 是为齐简公 简公呢 是他的嗜好 简公四年春 初简公与父阳生 聚在卢野 奸旨有宠焉 即即位 使为正 田成子 但之 咒雇于朝 玉秧 言 简公曰 田奸 不可并也 君其择焉 福听 子我兮 田逆杀人 逢之 遂不已入 田氏方目 使求病 而为守求者久 罪而杀守者 得亡 子我蒙诸田 与陈宗 出田报 欲为子我 臣 使公孙 言报 报有丧 而止 后 足以为臣 姓于子我 子我未曰 五进诸田氏 而例如 可呼 对曰 我远田氏已 且其为者 不过庶人 何进竹焉 遂告田氏 子行曰 彼得君 福仙 碧获子 子行 舍于公公 简公四年村 是公元前的481年的春天 当初的时候 这个齐简公和他的父亲公子杨生 都在鲁国避难 奸旨 左转的是叫 砍旨 奸旨 有宠焉 这个人 是个鲁国人 当时跟这个公子杨生的关系特别好 叫这个游宠集集位 等公子杨生 做了这个齐国国君以后 史为证 让这个奸旨 这个作为这个国家的机关的工作人员 田成子 淡之 那么这个田成子是田氏的族人 对这件事呢 就非常忌惮 所以呢 他对这个齐简公身边的那些死心塌地的大臣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害怕的 咒雇于朝 那么在上朝的时候呢 他就不断的回头啊 就看这个兼职啊 咒呢 是多次 雇呢 是回头看 玉秧 言 简公约 这里的玉秧呢 这个玉是职业 他的名字叫秧啊 应该是给齐简公驾车的这个玉者 这个人呢 是田长的侄子啊 他是这个田氏的族人 但是呢 他这个跟齐简公啊 还是一伙的 是一条心的 他并不因为自己是田氏 而这个啊 心呢 向着这个田氏 于是呢 他就跟这个齐简公讲 他说这个田氏啊 跟这个兼职 是不可并也 所谓的并呢 就是指不可能啊 这个啊 协调 调和的 这两个人呢 将来肯定有一天会 这个爆发矛盾 君旗责言 说呀 你必须得站队了 你要么选择这个兼职 你要么选择田氏 你如果想让这两个人 共立于朝的话 基本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个齐简公啊 他就没听 子我兮 这里的子我呢 是个人名 也就是这个兼职 这个兮呢 是指晚上啊 这个上朝 当时呢 这个齐国有晚上上朝的习惯 田逆杀人 那么在上朝的路中呢 正好碰上田氏的一个族人 叫田逆 在这个大街上杀人了 被他给碰上了 这里的逢职呢 就是碰上了 遂不已入 兼职就讲了 说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杀人 那我没看到就算了 我要看到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抓住的 于是呢 就把这个田逆啊 给逮住了 把他带到了这个公公 当时呢 这个田氏方木 也就说 整个田氏的这个家族 是非常团结和睦的 这个叫田氏方木 使求病而为守求者酒 这个使求病呢 就是让这个陈逆去装病 因为这个求呢 就是田逆啊 也叫陈逆 让他去装病 而同时呢 这个田氏啊 为守求者酒 守求者呢 就是那些监狱的狱卒 送给他们酒喝 这些人呢 见到了酒之后啊 就拼命的灌 结果呢 就把自己灌醉了 醉而杀守者 等这些人醉了之后呢 这个田氏就把守监狱的人呢 给宰了 得亡 那么田逆 也就是陈逆呢 才能够逃亡 子我蒙诸田与陈松 这个子我一看 这田氏的势力 实在是太大了 他就不敢跟这个田氏呢 死磕了 但是呢 如果不死磕 这个矛盾呢 已经暴露出来了 所以必须跟这个田氏呢 要这个达成联盟 要蒙事 田氏呢 才可能会放过自己 于是这个子我也就是兼职 跟这个田氏呢 在陈宗这个地方呢 举行了盟事 陈宗呢 就是指田家的那个宗庙 也就是啊 陈家的那个宗庙 当初的时候呢 这个田豹啊 他呢 想做这个子我的臣 这个田豹呢 也是田氏家的一个族人呢 最初的时候呢 他看到这个子我 跟国君的关系特别好 想做这个子我的家臣 但是呢 他跟这个子我又说不上话 就派另外一个第三者 叫公孙啊 派他呢 说你能不能给我说说情啊 让我到这个子我家里边 去做这个家臣 可不可以 所以呢 这里叫使公孙言报 言报呢 就是推荐啊 为这个子我呢 推荐一下这个田豹 报有丧而止 当时呢 赶上这个田豹家里边 有丧事 这个事呢 就不了了之了 后足以为臣 那么最终呢 还是做了这个子我的家臣 姓于子我 而且这个田豹这人呢 也是非常会做人啊 到了这个子我的家里之后呢 跟子我的关系特别好 叫姓于子我 就是子我呢 很喜欢田豹这个人 子我未约 那么有这么一天啊 兼职 也就是子我 对这个田豹就讲了 说我有一个想法 武进诸田氏而例如 我想把田氏家呢 全部都赶跑 而立你做田氏的宗主 你看怎么样 可乎就是争取啊 这个田豹的意见 但是呢 没想到这个田豹 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我远田氏已 我虽然姓田 但是呢 我是属于田氏的远之啊 这个远田氏呢 是指田氏的远房子弟 做这个田氏的宗主呢 可能大家也不一定会服我啊 且其伪者不过庶人 而且呢 在田氏的家里边 不亲父您的人呢 也不过就是几个 和禁竹烟 你没有必要 因为这几个人 把整个田氏呢 都给连跑了 遂告田氏 他呢 把这个话呀 跟子我说完了之后呢 他转过头来 就跑到田氏家里边啊 向田氏告密了 把这个所有的话啊 这个全部都告诉了田氏了 而这个子行啊 就是当初杀人的那个沉溺 像这种人呢 在一个家族里边 都是属于那种非常猛的这种人啊 他当时就说了 说彼得君 这个彼呢 就是指坚持 说坚持这个人呢 跟当时的齐国的国君 齐检公的关系特别好 叫德君 福先 我们田氏 要是不先动手的话 必获子 那么一定会有祸难降临到您头上的 子行舍于公公 这个子行也就是陈溺 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后呢 明显当时这个田氏啊 也就同意了子行的说法 决定呢 要先动手了 那么动手之前呢 要做一些准备 就让这个子行 也就是陈溺啊 找了一个机会 先住到公公里边去啊 和住在这个齐检公的宫殿里边 等待有朝一日 田氏这个发作的时候呢 这个陈溺啊 在这个公公呢 可以作为一个内应 何所无君 子行拔剑约 须是之贼也 谁非田宗 所不杀子者 有如田宗 乃指子我归 主徒公伟与大门 皆福胜 乃出田氏追之 风求人执子我已告 杀之郭关 成子将杀大陆子方 田匿请而免之 以公命取车于道 出雍门 田暴雨之车 福寿 曰 密为于请 暴雨于车 雨有思烟 是子我 而有思于其仇 何以见鲁位之事 下五月人参 这个人参呢 是十三号 夏天 五月十三号这一天呢 成子兄弟 四成如公 这里边呢 这个人数啊 可能有一点出入啊 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田成子 一共是兄弟八个人 两个人乘一辆车 一共是四辆车 叫四成 到这个宫殿里边去 到这个旗简宫 他住的那个地方去 叫如宫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四成 是指田成子呢 兄弟一共是四个人 乘着一辆车 到这个旗简宫的宫殿里边去 所以不管是四个人也好 还是八个人也好 总而言之呢 这个田成子兄弟 一大帮 到这个旗简宫的宫殿里边来了 开始发难了 子我在握 当时呢 这个子我也就是兼职 在这个帐幕里边 当时在这个宫中啊 又设了一个临时的帐幕 这个帐幕呢 作为听证的这样一个地方 子我就在这个帐幕里边出营之 听说这个田成子兄弟几个人呢 来到了这个公公 因此呢 子我就出来了 准备迎接这些人 遂入闭门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田成子兄弟这几个人呢 进来之后啊 一下子就把这门给关上了 闭门呢 就是迅速的转身关门 等于把这个子我呢 给关在了外边 患者遇之 患者呢 就是患官啊 遇呢 就是抵抗 抵抗这些这个田成子这帮人 但是呢这些患者毕竟啊 他不是这个田家兄弟的对手 子行杀患者 这个子行原来前面不讲了嘛 他是这个提前住在了宫殿里边 肯定呢 也是混在了这些患者中间 这个时候啊 这个子行就这个发作了 他就这个一转身呢 就把这个患者呢 就给杀掉了 宫与妇人饮酒于澹台 田是在发难的时候呢 这个齐景宫还有啊 他这个手下的一帮女人 在檀台这个地方呢 饮酒 檀台呢 是齐景宫在这个宫殿当中啊 搭的一个台罐的一个名字 啊 在这上面喝酒呢 成子千诛寝 那么田成子呢 啊 这帮人就迅速的来到了 齐景宫的身边 成子千诛寝 这里的猪呢 是知于 那么把这句话呢 说全就是成子千知于寝 这个意思呢 就是有两种解释了 有一种呢 说这个田成子啊 啊 把这个国君 也就是齐景宫 给逼到了他的那个寝室里边 就是他住的那个卧室里边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这个田成子 把齐景宫呢 给控制了 然后派人呢 把他送到了 齐景宫自己的 这个卧室里边 有这两种解释 公执鸽将击之 那这个时候呢 齐景宫啊 还想反抗 他就执这个鸽 执呢 是拿鸽呢 是那种长矛 一种兵器啊 就拿这种兵器呢 想攻击这个田市的族人 那么他身边的太史 这个人呢 叫子虞 他就建议这个齐景宫说了 说非不利也 将除害也 说田长这帮人呢 今天之所以做的这个事 并不是说他想做不利于你的事 这个非不利就说 他们不想做不利于你的事 而是想为您除害啊 从这个话上呢 也能看出啊 这个子虞应该也是被田市给收买了 成子出舍于库 田成子呢 一看国君怒了 执鸽呢 将要攻打自己 田成子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退缩了 他就出来 住在了这个府库里边 文公由怒 他听说这个齐景宫呢 还是这个很愤怒呢 然后很生气 将出 田成子说算了算了 我们干脆就不要跟这个啊 国君再搞了 我们赶紧出去吧 啊 就将出 约何所无君 说哪里没有这个国君可以侍奉呢 子行拔剑约 子行呢 就是那个田市的啊 非常猛的那个族人 他呢 这个时候把剑给拔出来了 用剑尖指着这个田成子说 虚是之贼也 这里的虚呢 是犹豫 说犹豫是做事的一个最大的天敌 谁非田宗 说你走了之后 那么姓田的人 谁不能做田市的宗主啊 你以为就你能做吗 所不杀子者 有如田宗啊 沉溺的意思呢 就说这个事你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你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你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半道撤退的话 那么我要是不杀你的话 叫有如田宗 这个过去的人呢 在发誓的时候都会说有如什么什么 那么那意思就是啊 我要以田宗啊 田市的宗族会为我作证的乃旨 那么田成子呢 就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子我归 这个时候呢 门外边的那个子我也就是兼职 他不是被关在了门外边了吗 啊 他出去呢 就找兵去了 就带了一些兵 然后回来了这个属徒公围与大门啊 让他这个手下的这些兵来攻打这个围跟大门啊 围呢 是指宫中的大门 而这个大门呢 是指齐国国军宫殿的正门 这里的属徒呢 就是指集合 等于这个子我呢 把他手下的这些兵集合起来 去攻打这个围跟大门啊 来救齐检公 接福胜乃出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打赢 于是呢 就出逃了 田氏追之 田氏呢 一看这个子我跑了 就赶紧派人去追子我这帮人 子我这帮人呢 在前面拼命的跑 那么就跑到了丰丘这个地方 而丰丘这个地方呢 正好是田氏的惨意 那么丰丘人呢 就把子我给逮住了啊 告诉这个田氏 杀之郭关 在郭关这个地方呢 把他杀掉了 郭关呢 就是齐国的外城的大门 也就是齐国的首都 林兹的那个外城的东门 在这个地方呢 把子我给干掉了 成子江沙 大陆子方 大陆子方呢 就是东郭甲 这个人呢 本来也是和这个子我呢 是一伙的 那么这个田成子说 反正杀一个也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干脆把他同党全部干掉算了 就想杀这个大陆子方 田蜜请而免之 但是呢 这个大陆子方跟田蜜啊 是有私交的 田蜜呢 就为他来求情 说这个人就不要杀了 于是就把这个大陆子方给免掉了 以公命取车于道 而且呢 这个甲托国军的命令 在这个道路上呢 这个找了一辆车 出雍门 这里的雍门呢 就是指齐国首都啊 这个林子的一个城的城门 出来之后呢 田蜜宇之车 田蜜说你坐这个车 可能跑不远 我再给你换一辆车吧 福寿 那么这个大陆子方呢 就没要 大陆子方的理由是这样的 说逆为于情 说陈逆呢 为我求情 田蜜呢 又给我车 等于这两个人呢 都是这个陈家 或者是田家啊 与有私焉 就说明我啊 这个跟他们是有私交的 啊 是子我 而有私于其仇 我本来呢 是侍奉这个子我的 但是呢 私下里 又跟这个 他的仇人 有交往 我何以见鲁魏之士 看这个意思呢 他是想往鲁国 或者是魏国跑 说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我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鲁国人 跟魏国人呢 庚臣 田长 只捡公于书州 公约 于早从 欲殃 不及此 甲午 田长 市简公于书州 田长 乃立简公地 敖 市卫平宫 平宫即位 田长相之 专旗之正 搁旗安平 以东 为田市封义 庚臣呢 是5月21号 那么田长啊 就把这个旗简公给逮住了 是放到了 书州这个地方 书州呢 是一个地名 他的地点呢 是今天山东省腾县东南的那个薛义 是这个地方 所以有人呢 怀疑这个书可能就是那个薛 因为书字跟薛字呢 在古音上啊 听起来是差不多的 公约 于早从玉殃言 不及此 旗简公呢 这个时候就反省了 他说 如果我早点要听这个玉殃的话的话 就不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甲午是5月24号这天 田长啊 就把这个旗简公 在书州这个地方呢 就杀掉了 田长乃立简公地敖 田长就把旗简公的弟弟敖立起来了 作为齐国的国君 就是后来的齐平公 那么齐平公即位之后呢 田长啊 向之这里的向是辅佐 辅佐这个齐平公 专齐执政 整个齐国的政势 全部都被这个田长啊 所掌控了 割齐安平以东 把这个齐地的安平以东的这个地方 全部都划过来 作为田市的封义 这个安平以东呢 是指当时这个林子城的城东 不远的那个地方 有个城市叫安平 那么他东边的这些地方呢 全部都作为这个田市的彩翼了 平公八年 岳灭吾 二十五年族 子宣公吉利 平公八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四百七十三年 岳国把吾国给灭掉了 二十五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四百五十六年 他的儿子宣公吉利 宣公呢 就是齐宣公 宣公五十一年族 子康公代立 田惠 反领丘 宣公五十一年 是指公元前的四百零五年 这一年呢 齐宣公死了 他的儿子齐康公 名字叫戴 他呢 作为齐国的国君 啊 这一年呢 是田惠 反领丘 这里的反呢 是背叛的意思 田惠呢 是田市的一个族人 啊 他是背叛这个整个田市宗族 在哪背叛的呢 是在领丘这个地方 背叛的 领丘呢 是田市的一个城市的名 他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的运城县的西北 康公二年 韩魏赵始列为诸侯 十九年 田长曾孙 田和始为诸侯 迁康公海滨 康公二年 是指公元前的四百零三年 啊 晋国的韩 赵 魏 三个大家族呢 开始并列为诸侯国了 也就等于是三家分进了 十九年 是公元前的三百八十六年 田长的曾孙 名字叫田和 开始呢 作为这个诸侯啊 也就是正式的 啊 田市代齐了 迁康公海滨 把齐康公呢 迁到了海滨这个地方 二十六年 康公族 田市 岁绝其次 田市 族有齐国 为齐威王 强于天下 二十六年是公元前三百七十九年 齐康公呢 死了 齐康公的死亡呢 代表这个吕氏啊 也就是江子牙的后代 岁绝其次 那么他的这个祭祀呢 也就绝了 所谓的绝其次呢 就是指啊 吕氏的这个祖先呢 也就没有人再给他们祭祀了 叫绝其次 那么从这个江子牙 也就是吕上啊 建国以来一直到齐康公为止 一共享国有啊 六百六十多年 田市族有齐国 最后呢 这个田市啊 最终呢 拥有了这个齐国啊 为齐威王啊 当时呢 这个第一代王呢 是齐威王 强于天下 那么在这个列国当中呢 也是属于非常强的一个这个国家 属于战国七雄之一 太史公约五世齐 自泰山 蜀之狼也 北批于海 高壤两千里 齐民扩达 多逆之 齐天性也 以太公之圣 建国本 还公之圣 修善政 以为诸侯会盟 称伯 不亦一呼 洋洋在 故大国之风也 接下来这段话呢 是太史公先生对整个这个齐国的历史呢 有一个这个概括啊 他说我到齐国去 这里的市呢 是道 说我到齐国去 从这个泰山 一直到狼野 那么这个属呢 是道的意思 北批于海啊 往北走呢 一直到这个海边 高壤两千里啊 也就说齐国的土地呢 是非常丰饶的啊 国土面积呢 有两千里 齐民扩达 多逆之 这里的扩达呢 是指胸襟开阔啊 又身有智慧 叫达达呢 是通达 多逆之 逆之呢 逆是隐含的意思啊 智呢 是智慧 而且呢 又隐含智慧啊 所以太史公先生呢 对这个齐国人呢 还是非常这个欣赏的 这是其天性也 以太公之圣 这里的太公呢 是指啊 吕上江子牙 以江子牙的圣名 建国本 这里的本呢 是根基 建立了齐国的根基 啊 以这个齐桓公呢 这个啊 圣武 国圣 修善政 修呢 是治理 治理整个齐国的这个政事 以为诸侯会盟 这个以为呢 是带领诸侯呢 这个实行会盟 而且呢 齐桓公也称伯 就是称霸 不也应当骂 洋洋在 故大国之风也 这句话呢 本来应该是这个 记者在这个鲁国官礼的时候呢 官礼官悦的时候啊 对齐国的一个评价 那么这句话呢 在这里也被太史公作为对整个齐国历史的一个总结 洋洋在 这个洋洋呢 是指大国的这个样子 故大国之风也 说这才是大国的风气呀 周公弹者 周武王帝也 自文王在时 但为子孝 赌人 异于群子 及武王即位 但常服役武王 用事居多 武王九年 东伐至梦金 周公服刑 十一年 伐咒 至牧也 周公 左武王 坐牧室 破阴 入山宫 以沙咒 周公把大岳 少公把小岳 以甲武王 信赦 告咒之罪于天 及殷民 誓姬子之求 封咒子武庚陆府 使管书菜书 复之 以续殷四 辩封功臣 同姓弃者 封周公弹 于少号之须 屈府 誓为鲁公 周公不就封 刘佐武王 周公弹呢 就是鲁国的史丰军 周公弹 因为他是鸡姓 所以说又叫鸡蛋 那么周公弹呢 他一共有割十个 当然了 有的这个史料上说 他有这个 割兄弟一共是九个 这九个人呢 是一个妈生的 也是一个爸生的 母亲呢 是这个太四 父亲呢 是文王 这个老大呢 是博弈考 但是呢 因为他死得早 所以说在历史上呢 没什么名气 那么老二呢 就是周五王激发 老三呢 是管书仙 老四呢 是周公弹 老五呢 是菜书渡 老六是曹书震夺 老七是成书武 老八是霍书处 老九呢 是康书峰 最后一个呢 是冉记载 等于周公弹呢 一共是割十个 周公弹呢 是处于第四位的 是周五王的弟弟 自文王在时 那么从这个周文王 在位的时候呢 周公弹为子孝 他作为这个周文王的儿子 非常这个孝顺 赌人 这里的赌呢 是指后世的意思啊 那么赌人呢 就是指成后仁爱 易于群子 周公弹呢 跟其他的这些儿子呢 不是特别一样 尤其是在孝的这方面 他做得非常好 集武王即位 那么等到他的这个哥哥 周武王 坐上了周天子的宝座之后 周公弹 常服役武王 服役呢 就是帮助 那么周公弹呢 就帮助这个武王 执掌大周朝的这个国政 用事居多啊 这个用事呢 就是指掌权执政啊 周公弹呢 做了很多事 武王九年 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前的 一千零四十八年的时候 一千零四十八年的时候 东伐至孟金啊 这个孟金呢 是一个渡口的名字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 孟金县的东北 因为这一年呢 那商周王还没有被灭掉 所以周武王在公元前 一千零四十八年的时候 他试探性的去讨伐一下这个商周王 看一下天下对自己这个行为的反应 所以呢 叫东伐至孟金 因为当时呢 这个周国的首都啊 是在丰这个地方啊 往东走 而这个商朝的首都呢 是在朝歌 所以呢 这个往东走啊 就征伐这个朝歌的时候 是属于东至孟金 周公服刑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周武王试探性的 讨伐商周王的时候呢 周公啊 是作为这个辅佐人员 一起前去的 十一年就是公元前的 一千零四十六年 伐咒啊 讨伐这个商周王 至牧野 那么周国的军队呢 一直走到了牧野这个地方 周公佐武王 此时呢 周公但他还是仍然辅佐周武王 做牧室 这个牧室呢 是指周武王 在和商周王决战之前呢 在牧野发表的这个誓诗词 这篇文章呢 被收录在上书里边啊 是这个上书里非常有名的 一篇誓词 叫牧师破阴 那么在这个和商周王进行决战之后呢 周武王就这个灭掉了商朝 入商宫啊 就进入了这个商朝 商周王所住的那个宫殿 以沙昼 这个时候呢 商周王已经死了 周公把大岳 少公把小岳 啊 这个大岳跟小岳呢 都是一种用于这个典礼用的大斧子 它只是起着一种啊 象征的作用 象征着王权 并不是用来真正杀人的那种斧子 把呢 是这个秉持的意思 把大岳呢 就是手里握着这个大岳 而少公呢 他的手里边是握着这个小岳 少公究竟这个人是谁呢 现在历史上对他的这个研究啊 好像也有很多种争议 有人说呢 他是周文王的庶子 但是呢 也只是一种这个说法啊 传说呢 他的这个彩翼啊 是在少这个地方 少呢 是在今天陕西省岐山县的西南 因此呢 把这个人叫少公 他呢 明显也是和周公但一样 在辅佐周五王 讨伐商周王的时候呢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甲五王 也就是这个周公把大岳 少公把小岳 一左一右 来甲府周五王 信赦 信赦呢 就是指杀生取血 来祭这个土地神 赦呢 是土地神 啊 这个常常和这个祭 也就是那个古神是并称的 因此合起来叫设计 通常是代表国家 信赦呢 就是在这个土地神庙前边 用这个身后的血 来祭祀土地神 叫信赦 告咒之罪于天 把这个商周王 所犯下的这个罪过 向老天祷告 及英民 同时呢 也向这个所有啊 英朝的那些百姓呢 来祷告商周王的罪过 是姬子之求 因为这个姬子呢 是商周王的叔父 啊 因为劝谏这个商周王呢 遭到了这个商周王的囚禁 后来这个周五王 在灭掉了商周王之后呢 就把姬子 从这个监狱里边 给放了出来 封咒子五更路府 这个五更路府呢 是商周王的儿子 周五王呢 还非常这个仁义啊 并没有把商周王的儿子 给灭掉 反而呢 让这个商周王的儿子 五更路府呢 继续管理商周王 原来的那个封地 啊 同时呢 让他这个祭祀商周王 使管书菜书复之 但是呢 他毕竟是一个 前朝敌人的这个儿子啊 所以让他呢 这个单独的 在这个地方活动啊 可能呢 对这个周朝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周五王呢 对这个人也不是特别放心 因此他就派自己的两个兄弟 一个叫管书 一个叫菜书啊 复之 所谓的复呢 是帮助 表面上是帮助 但实际上呢 他是起一个监管的作用 啊 让这个管书跟菜书来监管 五更路府 不要让他这个反叛 以续音寺 就是让这个五更路府呢 来祭祀啊 这个商周王 以前的那些祖先 啊 叫以续音寺 辩封功臣 同性气者 这里的气呢 就是指亲戚 同性呢 就是指畸性的那些宗族的人 包括他的这个哥哥弟弟 还有这个叔叔 执子之类的这些人啊 辩封功臣 把这些人呢 全部都封到各个这个地方去做这个诸侯 封周公弹 于绍号之虚屈府 把周公弹呢 封在了绍号之虚屈府 屈府呢 就是今天山东屈府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很久以前 曾经是绍号地的这个彩翼 因此呢 叫绍号之虚 这个虚呢 就是废虚的意思 视为鲁公 而且呢 封这个周公弹呢 是做这个鲁公 周公不救风 留佐武王 但是呢 周公弹呢 本人并没有到鲁帝这个地方去救风 也就是到自己的封国里边去上任 他继续留下来辅佐周武王 来执掌周王朝的这个朝政 而鲁国的这个管理呢 主要是由周公弹的大儿子叫伯秦 来负责管理的 武王克因二年 天下未及 武王有及 不遇 群臣俱 太公少公 乃目补 周公曰 未可以弃我先王 周公于世 乃自以为至 摄三谈 周公北面立 代必禀归 告于太王王继文王 使 策著曰 维尔元孙王发 勤劳祖籍 洛尔三王 是有父子之债于天 以旦待王发之身 但多能 多才多义 能是鬼神 乃王发 不如但 多才多义 不能是鬼神 乃命于地庭 服幼四方 用能定如子孙 于下地 四方之民 往不敬畏 无罪天之将保命 我先王 亦拥有所依归 今我其疾命于原归 而知许我 我以其臂与归归 以四尔命 而不许我 我乃平臂与归 周公以令 使策告太王 王继文王 欲待五王发 于是乃及三王 而补 补人皆曰及 发书誓之 信吉 周公喜 开阅 乃见书 御吉 周公入贺 五王曰 王其无害 但心受命三王 为常中仕途 资道能念语一人 周公藏其策 金藤溃中 借守者物感言 明日 五王有抽 五王刻音两年 是指公元前的 一千零四十四年 天下未及 这里的及呢 是安定 整个天下呢 还没有安定下来 五王有及 这个时候周五王 有病了 不愈 这个愈呢 是安 也就是 身体欠安 这病的老不好 群臣聚 他手下的这些大臣呢 就有点害怕了 太公 少公乃木补 这里边的太公呢 是指吕上 少公呢 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 有历史学家呢 说他是周文王的庶子 这两个人呢 作为周五王的大臣 乃木补 这里的木呢 是指那个宿木的木 是通那个宿木的木 他的意思是 恭敬虔诚的意思 那么恭敬虔诚的 进行占卜 周公呢 这个时候就说了 未可以弃我先王 这里的弃是忧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不能让我们的先王呢 感到忧虑 周公于是 乃自以为至 这里的至呢 是指敌压品 周公呢 就把自己作为敌压品 来向上帝呢 祷告 设三坛 这里的坛呢 是指土著的那种高台 通常呢 是用来举行祭祀活动用的 周公北面立 周公面朝北而立 待臂丙归 这个待跟丙 其实都是捧着的意思 捧着这个臂 臂呢 也是一种玉 归呢 也是一种玉 都是当时在古代的时候 非常值钱的 这些贵重的物品 告于太王王继文王 太王呢 是古宫达府 王继呢 是周五王的爷爷 文王呢 是周五王的父亲 等于呢 是祖孙三代 向他们祷告 史册注约 这里的史呢 是史官 册呢 是周公自己做的 那个简书 因为这个上面呢 写着祷告的那个内容 注呢 是祷告 就让这个史官呢 捧着这个简册 向这个三王来祷告 下边呢 就是祷告词 维尔元孙王发 这里边就讲 元孙呢 是指长孙 说你们的长孙 王发就是五王激发 勤劳祖籍 因为这个劳心于王室啊 所以身体呢 就生病了 这里的祖籍呢 是指九病 祖呢 是胭治 也就是说 这个病呢 一直也不好 叫勤劳祖籍 洛尔三王 是有父子之债于天 这句话呢 有点难理解 因为这个很多史学家 对他的解释呢 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见的 洛尔三王 这个好解释 就是指前边 这个太王 王纪跟文王 是有 可以把这个顺序呢 调一下 变成有事 主要是父子之则 这几个字呢 有点难理解 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父子之责 通这个批子之责 也就是助记的那个责任 如果把这个父子之责 解释成助记的这个责任的话 那么这句话呢 应该理解成是 洛尔三王 说你们这三个王 如果对这个天地 有助记的这个责任的话 因为这个助记呢 不需要你们这三王 亲自动手 但是呢 需要你们这个三王的 子孙当中的一个 来帮助你们 祭祀鬼神 但是呢 这三王呢 已经不在了 是在这个天地的身边 所以呢 如果要是有 你的子孙当中的一个 帮助你助记鬼神的话 那么其中的一个子孙 肯定是要这个死亡的 到了天上之后呢 帮助你们 实行这个助记的责任 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父子之责等于父子之债 那么父子之债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这个三王当中 如果对这个上天 有欠一个儿子的债务的话 肯定要从你们的后代当中呢 选择一个子孙 到这个天地那里去报道 欠人家一个儿子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啊 太史公啊 他这个意思呢 可能没有像这个 我们史学家解释的那么复杂 这里的父子之责呢 其实就是欠了人家天地的一个后代的子孙 所以说叫父子之责 也就是父子之债 那既然欠了人家一个后代的子孙 肯定要有一个人去还这个债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周五王有病了 所以周公蛋就认为呢 这个债务肯定是由这个周五王来代替的 周五王呢 要替这个前边的那个三王来还这个父子之债于天 如果是这样的话 周公蛋呢 就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周五王啊 这个激发的身体做这个债务 所以说他前面讲叫这个自以为智 而且呢 这个周公蛋为了证明自己啊 这个和周五王相比 更适合做三王还给上天的那个后世子孙当中的一个 所以呢 他自我推销 他说周公蛋巧能啊 我非常这个有能力 这个巧呢 是指心灵守巧 这个能呢 是指自己有能力 多才多艺 而且呢 自己也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 能视鬼神 所以呢 在这个祭祀鬼神这方面 自己的才能肯定是比武王激发要多得多 周公蛋呢 祭祀的意思就是说 我比周五王要厉害 我比他多才多艺 我比他能这个祭祀鬼神 在这方面做的比他好 你们如果要想取一条人命的话 你就把我周公蛋取走好了 把这个我的哥哥周五王激发呢 给他留下来 那么周五王激发留下来干什么呢 他下边讲了 说乃命于地庭 这里的命呢 是受命于地庭天地之庭 服幼四方 说周五王呢 自己他也有自己擅长做的事 他呢 是从天地之庭那里来接受管理子民的这样一个命令 服幼四方呢 他的意思是指普遍保佑四方的老百姓 用能定辱子孙于下地 这里的用呢 是因 因此呢 他能安定您的子孙 这里的如呢 就是指前边那个三王 能安定您的子孙于下地 下地呢 是指人间 所以周五王呢 有他擅长干的事 那就是能够安定您的子孙于人间 我周公大呢 也有我擅长干的事 我擅长干的事呢 就是帮助你们来侍奉鬼神 所以呢 这个周公大诚心诚意的邀请请求这个先王 也就是太王王继跟文王 说你们如果要想还这个天地之债的话 你就把我给取走好了 因为我是最合适的那个人 四方之民往不敬畏 也就是说把这个周五王留在这个人间 让他治理四方的老百姓 这个四方之民呢 就是指天下的老百姓往不敬畏 这里的往呢 就是没有的意思 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呢 没有不敬畏周五王的 无罪天之降保命 也不会废弃 这里的罪呢 是废弃 不会废弃 上天降给我们的这个保命 所谓的保命呢 就是指天命啊 也就是上天所降的那个大任 叫保命 不会废弃上天降给我们周王室的这个大命的 我先王亦拥有所依归 那么我先王就是指前边这个三王 你们呢 也会长期的永远的享受这个祭祀 叫有所依归 今我其疾命于原归 这里的疾命是指听命于你们三位先王 今天啊 或者是说现在 现在呢 我通过这个原归 原归呢 就是用来祭祀的那个大归啊 通过这只大归呢 来听命于几位先王 耳之许我 如果你们同意我说的话 答应我的请求 这里的耳呢 是你们 你们如果答应我刚才说的这个请求 我以其弊与归 归 那么我就把我手里的这个弊 还有这个归 这些值钱的东西都还给你们 以四耳命 这里的四呢 是等待 来等待你们的这个命令 回去之后呢 我就等待你们的处置 耳不许我 如果你们几位先王 不同意我说的话 我乃平壁与归 那么这个平呢 就是指收起来 藏起来 我就会把将要送给你们的这个御壁和御归 都会收起来 不会再给你们了 这些话呢 都是周公诞在这个检测里边 让太史祷告所说的话 周公以令史册告太王王纪文王 周公大呢 就命令这个太史 以检测的这个形式呢 向这个太王王纪和文王 这三个先王来祷告 预待武王周发 想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武王激发 来这个向前边的三位先王报道 于是乃及三王而补 于是呢 是指当时 当时呢 就奔到了那个三王 三王呢 就是指祭祀三王所搭建的那个土壇 到这个土壇的地方呢 来进行占卜 补人皆约及 补人呢 就是指用这个乌龟壳来占卜的这些职业的操作者啊 他们把这个结果呢 就告诉了周公诞 说这个结果是好的 说您祷告的这个事呢 是吉祥的 发书是之信吉 这句话呢 其实是燕文 因为它后边呢 有重复的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就不用翻译了 周公喜 那么周公呢 听说了这个结果之后呢 他非常高兴开粤 这里的粤呢 是指打开存放占卜书文的那个箱子 因为过去古代呢 这个占卜啊 这种行业是非常古老的一种行业 它是一种经验的这个科学 当然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科学啊 我们现在认为是迷信 当时古人呢 这个占卜的时候都是通过烧这个乌龟壳 那么烧完乌龟壳之后呢 把这个应验的这些事呢 全都会记在那个补书上边 作为下一次烧这个乌龟壳的时候的一个证据的参考 那么经过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呢 所以说这些补词啊 也就是说这个用来占卜的这些经验呢 就形成了这个补书 那么后一代的人呢 每一次在补试的时候呢 或者在占卜的时候呢 他烧完乌龟壳 那个乌龟壳上边呢 会有文录 就根据这个文录来找以前的那个补书啊 就确定你所占卜的这个事是急还是凶 当然呢 这次周公弹呢 占卜的结果是急的 因此周公就非常高兴 乃建书欲急啊 把这个补书打开之后呢 发现了这个结果是急的 周公入贺武王约 周公弹呢 就进入到这个武王的那个卧榻的地方 然后就祝贺周武王说 王旗无害 说您大概是没有灾害了 弹心受命三亡 我周公弹 刚刚的从这个三亡那里得到了这个命令 为常中仕途 这几个字的顺序呢 稍微调整一下 常中仕途呢 把那个图字放到常字的前边 那么常中仕途就是为图常中啊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您只要考虑如何保持周朝的这个长久的统治就可以了 资道念于义人啊 这个资道呢 是指上天 说上天的意思呢 已经关照了你 这个余裔人 是指周武王 因为过去这个周天子 都是称自己为余裔人的 说上天的意思 已经照顾了你 周公藏其策 金藤馈中 周公弹呢 就把他刚才 所祷告用的那个检测藏在了一个箱子里边 这个馈呢 是指箱子 这个藤呢 是指缠绕 金呢 是指金线 用这个金线呢 把这个小箱子呢 给它缠绕起来 他的意思呢 就是不让别人打开 能够看到自己当初的这个祷告 这个叫周公藏其策 金藤馈中 借守者物感言 同时呢 他告诉这个守着这个金藤馈的那些人 说你们不要把我祷告的这件事 向别人说出去 明日武王有抽 那么第二天呢 周武王的病就好了 这里的抽呢 是指病育的意思 其后武王急崩 成王绍 在强宝之中 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 而盼周公乃建座 代成王设行政当国 管书及其群地 流言于国曰 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 少公誓曰 我之所以伏毙而涉行政者 恐天下叛周 无以告我先王 太王 王继文王 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 于今而后成 武王早中 成王绍 将以成周 我所以为之若此 于是足相成王 而使其子伯秦 代旧风于鲁 周公借伯秦曰 我文王之子 武王之地 成王之叔父 我于天下一不见矣 然我一目三着发 一范三图谱 其以代事 有孔施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 甚无以国交人 其后呢 是指随后不久 周武王就驾崩了 而这个时候呢 他的儿子周成王 还是年纪非常轻 在强宝之中 这里的强宝呢 就是通我们现在的那个强宝 是指包裹婴儿的那个布 就是指现在周成王呢 年纪还非常小 周公恐天下 闻武王崩而叛 因为这个时候呢 周朝啊 他这个统治天下呢 还没有安定下来 所以周公大呢 他就担心天下的人 如果听说周武王驾崩了 有可能会这个产生反叛的行为 周公乃建座 这里的建座呢 就是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叫建座 座呢 是台阶 建的是登上 登上台阶 这里代指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周公呢 就登上了天子的宝座 代替成王 社这里的社呢 是代替的意思啊 其实意思呢 都跟前面那个代是一样的 行政就是指执行 周朝的政事 当国就是替这个周成王 执掌国家 管书及其群弟 这个管书啊 还有他的那些弟弟 流言于国 那么他们在国内呢 就放出了各种流言蜚语 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这里所说的不利于成王呢 就是指周公啊 可能会把这个周王室的这个天子的地位 从周成王的手里边给夺过来 叫不利于成王 也就是周公但有可能会做一些不利于成王的事 周公乃告太公望跟少公誓约 所以这样的流言蜚语 传到了周公但那里去之后 周公但呢 就跟这个太公望 也就是旅上 还有少公誓啊 他们两个人呢就解释说 我之所以伏辟而设行政者 我周公但之所以没有躲避啊 这个责任而代替这个周成王 执行国政的原因 就是担心天下会叛周 会背叛这个周王室 无以告我先王 太王 王继跟文王 如果要是那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就没有脸面去这个先王那里 去告诉他们当时我们这个周王是发生的事了 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 三王呢 就是指前边这个太王 王继跟文王 他们呢 这个为天下忧劳已经很久了 于今而后成 到了周五王这里呢 这个事业才有所成功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五王早中 这里的早呢 就是通那个早晨的早 周五王呢 死得太早了 成王呢 又年纪轻 将以成周 这里的成周呢 是指完成稳定周王朝的大业 为了完成这个稳定周王朝的大业 所以我 为之若此 我就不得不这么做 于是足向成王 最终呢 这个辅佐周成王 而使其子薄秦 代旧风于鲁 让他自己的儿子薄秦 代替自己到这个鲁国 去这个管理鲁国 旧风呢 就是到这个封地里边去 来管理这个鲁国 周公借薄秦曰 在这个薄秦临走之前 周公啊 就告诫他的儿子薄秦 说我文王之子 我是周文王的儿子 周武王的弟弟 周成王的叔父 我于天下一步见矣 我的地位呢 在整个天下来说 已经不算低了 然我一目三拙发 这个目呢 是指洗头 玉呢 是指洗澡 说我洗一次头发 要抓三次的头发 为什么抓三次的头发呢 因为每次洗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有人找我 找我的时候呢 我就只能草草的 把这头发呢 攥一攥 拧一拧 啊 不要让他这个滴水 就可以了 然后赶紧出去呢 就接待这些闲事 叫一目三拙发 当然这个三呢 也不一定是指三次啊 有可能是指这个多次 啊 一饭三图谱 也就说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吃了很多次 都没吃完就终止了 因为每次在吃饭的时候 有可能也会有人找我 来办理这个公事 比喻这个周公啊 他的正事是非常繁忙的 其以待事 也就是说 自己在这个洗头发 或者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一旦有人来找我的话 我就会站立起来 来接待这些闲事 有恐是天下之闲人 说我即便是这样做的话 还是担心 失去天下那些有能力的人 子之鲁 说你到鲁国去的时候 甚无以国交人 要谨慎的对待鲁国的老百姓 不要因为自己的地位 而显得太这个骄傲 用这个傲慢的态度 来对待别人 我看你这边 谢谢观看